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 這學期通識課程還是開東波茨 那作為通識課程 我一直在思考 應該給大學通識課怎麼樣的人文內容 我今年的課有打算稍微做一些改變 所以就交給台灣通識網來再重新錄製 以後可以放在公開課程上面 好多年前我也錄過一個同樣的東波茨的課程 不過十幾年來加上自己的成長 不同的體驗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可以重新去出發的一個時代 那我就也去思考這個課程的一個內容 那今天的第一堂課 允許我就先花點時間來介紹這個課程的內容 一些課業要求 以及我的一些教學的方式 教學的理念 作為你們加退選的參考 那課程有新的要求 所以作業就比過去就多了一點點 因為我是身負學校的一個共同同學教育委員會的委員 我們經過很多課程的討論 覺得我們的課程越來越輕鬆了 那個不行 我們要立正上有 所以在作業上要稍著一些要求 當然老師也有自我要求 希望他把自己的內容更充實一點 我在中文系也有開東波詞 那東波詞也放在通識課程 事實上題目是一樣 內容也類似 不過在心情上 在詮釋的方法上 會稍稍有一些改變 因為通識課程希望大家能夠 能夠很平易地進入這樣的文學世界 也不是一個很專業的中文課程 當然有開這個課程 首先我必須不否認 我很喜歡蘇東波 你唯有喜歡一個作家 讀進他的文學世界裡 你才能夠去接近他的內在的心情 作一種同情的了解 然後跟大家去分享 當然如果在專業研究上 當然我們也可以開杜甫虛 李白石等等 當然還是不一樣的 喜愛的東西 跟你專業的一種訓練 還是有個差距 所以我詮釋的蘇東波 會難免有很主觀的一些個人的看法 當然這個也很難免 文學詮釋我也不能說 從學術角度上 一定很客觀 當然我們作為一個研究教學 也必須要把這個主觀 能夠跳出來去思考 他的原由是什麼 跟大家去分享 所以這樣去解釋 是有他這個因果的關係的 來給我們的同學做一番驗證去比較 我先把時間推到七十多年前 林宇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1945年 開始構思要寫一本書 介紹我們中國的文明給世界去認識 之前他已經寫過一本書的 叫藝術的生活 成為暢銷書 也對外國讀者大開一個方便之門 很簡單的 透過一本小小的書 了解中國的人 如何是生活 如何享受我們的藝術世界 可是他覺得這個還不足夠 要傳到一種人文精神 必須透過很生動活潑的人物 才能夠引起大眾的注意 西方有閱讀傳傳 那個傳記的傳統 對人物也多所關注 因此林宇棠的主構思 又寫一本東坡傳 在1945年 我們想想在二次世界大戰 一片廢墟時 林宇棠為什麼會在美國 一個人在毫無更大的資源之下 會寫這樣的一本書 但林宇棠有看到虛榮都說了 因為他很愛蘇林婆 愛不足為理由的 在這個時代 我相信有一種時代的使命 他想把這個人物 做整本的詮釋 來推介給世界認識 我相信他也許會發現出 某種精神吧 在一個人物身上 如果我們用西方的概念來講 一個作家 一個藝術家 基本上都是一個反抗者 對權威 對制度的一種挑戰 傳達一種自由的精神 林宇棠也眼看了 當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共產主義慢慢慢慢地散播開來 在林宇棠的構思的一個 中東波傳裡面 很明顯的 他畢裡分明 王安石代表一個極權的 一個保守的一個政治者 政治家 而東波是一個自由派的作家 兩個就很多的爭端 但這本書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 有他很偏頗的地方 一方面他把東波揚之過高 把王安石就貶值過低 而且負面的評價 有泰國有時候偏視 可是難免在那個時代 他有二分的手法 來凸顯東波的一種 自由主義的精神 70多年之後 那本書大概1946年左右出版 後來成為美國的長銷書 風情全世界 到現在都是一本 密舊長銷的一本書籍 如果大家有興趣會看看他的英文版 用很優雅的英文所寫的 東波的專輯 我相信林隱藏是想像的 東波他是一個文化的巨人 在文學 藝術 政治 時速 宗教 生活 品味上面 都有他很接觸的成就 所以有西方很短的時間 好像看著小說一樣 花不到一天的功夫 來掌握中國文化的一種精髓的話 那應該不做第二人學 當然從詩的角度來講 你說東波不如杜甫 李白 可是東波 李白 就沒有蘇隆坡那麼豐富的藝術生命 你會透過他來了解到 中國的佛學的思想 莊慈的世界 儒家的實踐等等 他是很方便之門 很容易地接近中國文化的世界 我不曉得這本書真正產生多大的效用 但是我相信會改寫了西方人對中國的 傳統中國人的一份認識 我們看了1945年以前 出現在西方的小說 或者他們的攝影集 或者電影裡面 中國的圖上是什麼 都是幽黑的皮膚 留著一個長辮子 很蠻悍的一群人 當東波所塑造 林宇團塑造的東波 就是一個很幽默的 充滿了現在情懷的一個作家 我相信會讓很多人 會大開眼界 原來中國也有這樣的生命體的 我說這本書呢 影響到後代非常的深遠 一直到現在 如果我們要誇足 要有一個西方讀者 能夠了解中國文學更豐富的世界的話 但林宇團的本書 還是值得去細讀的 難怪這本書到現在 不斷有很多的新的版本出來 那中文翻譯更不用說了 台灣有兩個版本 大陸更字 每年幾乎都有出來 可是呢 大家對於這本人物 還充滿的興趣 那 所以我們就想了 70年多年之後 從1946到現在 2018 對不對 我們的這個時代 如何再重新去認識這位作家 林宇團當然當時他寫作的時候 尤其手編的工具不多 他完全憑他自己的記憶 然後要把它去改 重編出來 所以我們翻譯呢 有些資料是有些問題的 但也 瑕不掩餘 因為他熱愛這位作家 因此寫出很活生生人物出來 如果你要我建議的話 要讀一個東坡的專輯 林宇團這本書 還是值得推薦給大家去看看 畢竟我們用中文寫作的 專輯人物的書 實在寫得太過沉重了 不生動 林宇團卻用他的生花妙筆 描繪到一個很有活力 很有精神的人物 也許你不贊同他某些觀點 但的確他寫出一個活活的人出來 那我也希望我的課能夠 當然我不能全面去揭曉蘇敦波 很短的時間 我們要選擇詞能跟他去揭曉 那對東坡的認識 當然會透過很多方面 如果你從政治的立場來講的話 你會看他的一些策論 如果從宗教來說 他有大量的一些宗教的文獻 如果你欣賞他的書法 當然有很多的 有他的墨寶你會做研究 但是我覺得這些都很重要 但是在我們短短的時間 閱讀人的一生那麼豐富的內涵 實在是太困難了 我就情願先選一下他的詞 來跟大家去介紹 因為這個是牽涉到我們的人文學成裡面 最關鍵的是一種人文精神 我覺得一直以來 我們認為中國人很有情感 我們從中國文學的角度研究 我們說我們有個抒情傳統 大家談到我們有個抒情傳統 跟西方的敘事傳統不一樣 我常常去質疑 難道西方沒有抒情傳統嗎 他們更強硬 如果我們同樣去比較 西方的流行歌曲 西方的電影小說 不是給我們更出色嗎 更動人嗎 張力更強嗎 有沒有刻畫更深刻嗎 那我們究竟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我們對中國的情感的表達 事實上是不夠 不立體 不具體 不完整的 尤其我們的文學的 文字的一個書寫 還沒端得到更好的功夫 中國抒情傳統 什麼所謂中國的 尤其他長掉這個詞彙的時候 是有別於其他國家的 凸顯你的特色 那是什麼樣的內容 我們有沒有思考過 好了 所謂抒情者 包括兩個面向 一個抒就是表達的方式 它用什麼方式來表達 我們中國人的情感 用什麼語言表達 我們很少用肢體表達的一種情感 我們的文字很含蓄 很多東西模擬兩可 問你好不好啊 差不多 還可以 就算是好還是不好 為什麼不敢直接說 因為中國文字裡面 有些很微妙的地方 因為你表達的方式 使得情感的內容 就有一些不一樣的一個特色 有比於西方的 用英文表達的方式 好了 情為何物 我們當然從國小 國中一直到大學 都讀國文 國文都告訴你 我們的文學 文學是重要的 裡面充滿了很多的情感 但情感是什麼一回事 我們說 七情六欲 悲歡離合 但你都了解嗎 我最近慢慢對李清教授 說的話 有很深的感受 整一個仇字了得 為什麼這樣講呢 有時候當小孩長大之後 跟他長長一種情緒的時候 我發現他聽樂妄聞 他聽到了可能反應跟我不一樣的 可見我們的詞彙 所體會就有些差別 今天我們也一樣的 那種情感 我們怎麼去表達 對不對 當然最方便我們透過電腦 Facebook 有很多的貼圖 整一個貼圖了得呢 尤其在裡面你看 讀Facebook 朋友告訴你一個噩耗 在Facebook傳播過來 你難道要按一個讚子嗎 我按不下去 別人是一種悲痛的經驗 你怎麼能按個讚子呢 所以你無法去用這個詞彙來表達 但究竟有什麼表達 我們的國文有沒有照顧告訴你 我們都知道了好悲苦愁悶 我在成長的過程中曾經碰到一個經驗 我在我高山那一年有個女同學 她平常很活潑的 大啦啦的一個女生 從沒有什麼負面的情緒 但有一天她告訴我了 她很苦悶 我聽到苦悶的時候 我覺得哎呀你真的小提大作 什麼叫苦悶 我比你多得是 不是悶了悶得很痛苦 好啦不宜有她 第二天我們聽到一個噩耗 她在三十幾層樓跳樓自殺 我們只聽到一個詞彙叫苦悶 其實她已經發出警訊 我沒感覺 我們班上同學沒有人感覺 一個平常好好的人 為什麼突然間有這個詞彙出來 對她來說是非常嚴重的 對我們來說是心胸平常 我們懂這種情緒嗎 也許她詞不答義了 應該她用更精準的語言 會警告我們 我們就會勝出挽救之手了 但是我們做不到 所以看得出了 語言的表達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種 一種方式 一種各樣傳情 其實文學家作家 就是有不同的 你看題材內容都一樣的 事實上呢 面對每一個時空 每一種情感 每一種人物 都有不同的反應 她用的詞彙 就是不一樣 都不需要我們 其中平常的同樣的詞彙 你必須有 放在這個時空點裡面 看它從什麼問題來表達 才有不同的意義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到底 對於人文知識 認識有多少 我們把一篇文章 把它翻譯過來 了解意思 然後從意義裡面去了解 這也是一種偏視 在我們國文教育的過程中 一直都強調我們 要了解文章大意 所以一篇文本出來的時候 第一 要了解作解 背了好多作者生平的資料 都是毫無意義的 你懂不懂李白 是怎麼的出身 了解他的詩 現在幫助並不大 但是我們要背下來 為了考試 好了 另外的更重要是 要解題 告訴你了 這個題目是什麼樣的 它是什麼樣的題材 那我們就這樣 放在這個寬詐裡面了解 我們的心安了 原來是歸院詩 我們說歸院歸院 你懂得歸院嗎 你被欺負過嗎 沒有到 你體會一個歸中人的心情 但是我們就這樣閱讀文學 更重要的是翻譯 所以很多的課本 很多的參考書告訴你 又要翻譯一篇文章 我們這樣了解文學的 我們懂得幾篇文章 然後張大春從小說的角度 開始他寫幾本書 你懂得幾個字 我們都懂嗎 那是詞彙的意思 所以文學不是這樣的 但我如果回到文學的課程 那東坡慈老實說 你會在家裡面買個 把進入經歷本 就可以自己閱讀了 難道這個了得嗎 當然不是這樣的 所以言文應該有更多的一個意涵 也許就是透過文字裡面 我們如何去透過一種 不斷地閱讀的方式 去接近作家 有一種方法 能夠了解文章裡面所傳達的意思 我們想想看 詩人創作成蘇東坡 有詩詞文符 對不對 都有專長 大家有沒有想想過 為什麼 在這某種情形下 某種感官之下 他用這種文體來表達 為什麼他就用詩 大家有沒有想想看 東坡在北扁黃州的時候 面對赤壁大張東去的時候 為什麼用詩來表達呢 我們只知道 讀了一首念蘆嬌 大張東去浪透盡 但我剛要追問了 為什麼他不用詩表達 為什麼不用詩表達 為什麼不用散文 卻是用詩呢 所以選擇這種文體是有意義的 他充分了解這種文體 有他的載具 載備載的一個功能 他有他的書籤的特性 一種他來表達 有差如其分 但老師說 念蘆嬌我認為東坡沒寫好 沒辦法充分把這個文體 寫出他的內在真正的感覺 所以後面的結尾有一點很草衰的結片 人間有夢一尊環淚降約 當然看 比對周瑜的豐功偉業 自己的不足 多請英少我早生化法 一個很深的感嘆 但詩有文字的限制 最後只剩在每幾個字 怎麼收篇 都不跟你說了 人間有夢 由同我們跟人談了三天三夜 自己的失念的經歷 自己的失敗的一個因果 最後談不出所以 人家有場夢 算了算了 一尊環淚降約 喝杯酒吧 能解決問題嗎 沒解決問題 所以念蘆嬌沒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難怪兩三天之後 東坡就選另外的文體 來再處理這個課題 就寫著前吃必負 文體就有意義的 他為什麼不只用詞再用一首 他覺得這個文體已經限制住了 無法伸張他的一個情緒 因此就改寫一篇 但前吃必負也實際上 也以為解決了 實際上也沒解決 三個月多月之後 他再寫一篇厚吃必負 那兩種文體是不一樣的 一個比較嚴謹的 比較華麗的 應該比較淡雅的 比較散文化的 所以你看看 作家在選擇文體時候 事實上是有他的意涵的 並不是沒意義的 那現在我們回頭來講 我要跟大家去閱讀東坡的詞 但我因為時間關係 沒辦法全面的跟大家去介紹東坡 我覺得詞這種文體 因為它是比較竊情 是一種比較抒情的文體 而情有很複雜的內容 尤其東坡 面對人生的各種的情緒 因為它走 跳出帆離了 跟過去的詞寫出 相生悲就情懷不一樣 因此我們更快透過詞的文體 了解東坡的內在世界 你可以說了 要了解 如果情是東坡一生最關緊要的生命課題 用它所說的 多情印下我左身畫法 來檢點它幾十年來的生命的關係 就是因為多情 因此從情入手的東坡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入口 而在這樣的各種問題裡面 詞是最能夠貼起它內在情懷的問題 有些很優微的情詞 都要透過這種的長短的語句裡面 去暗中表達流露出來 也是包括它的潛意識 因此要了解東坡了 更豐富的人文內在世界 詞我相信是一個更容易打動我們 更容易接近它內在的一種問題 那我的課程 所以我就為了給大家一個 所謂人文的 有關情感方面的一個課程 有關的 或者不做多想的 就選擇東坡詞 正是東坡詞的 它是一個作家的作品 因此在解釋這個作家的時候 我當然要扣緊了 東坡是怎麼一個人 這怎麼情形上會填進那個詞 因此我必須要跟 切合它的生平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這個課程是比較完整的 是隨著一個作家的成長的歷程 裡面透過文體跟它的呼應關係 來貼近一個作家的成長的歷程 來做介紹的 所以這個課程實際上跟我們一般的 很多的一個詩詞課程不一樣 它不是主題論述 或者選了什麼的相酬 這個文體 在抉擇上 它用詞來表達 要傳達些什麼 當然 我當然要扣緊 東坡的一個人 是怎麼一個人 他當時面對怎麼一個情形 然後再看看 這個文體 在抉擇上 他用詞來表達 要傳達些什麼 當然我們要小心 文學作品不需要去解謎 或者做本事的考證 讀詞回到那個年代 就說東坡什麼時候寫作就好了 不是 這個只是一個背景的知識 到頭來我們寫這個詞裡面 就了解一個作家 面對情感 然後透過文字表達 一個所呈現出來的 一種美感特質 所以這個課程裡面 詞當然跟人子有關的 是人跟文之間的關係 那詞當然我們不是說 形成的美文而已 它是用形式的表達 而形式是有意義的 因此要扣緊 形式跟情感之間的關聯 同樣的題材 用不同的詞牌來表達 又會有不一樣的意思 因此我們會學習 作家在情感表達著 一種很細微的 一種差微的地方 因此就是我們會豐富 我們對情感的一份認知 比如剛才我們說 所謂七情六欲 大家都以為都一樣 事實上在作家 每一首作品表達的時候 都是獨立的 不能夠跟別的都混為一談 因為它有特殊的一個遺憾 同樣的籌 在前面一首跟後面一首 它的份量會有差距 我們怎麼去體會 那是我這個課程 就以這個為主幹 來介紹一個東坡詞 但我希望就在這個閱讀過程中 豐富大家的人文的世界 對中國的文字 有多方面的認識 就像我們剛才所說了 好 我們要介紹中國文學 這些文詩詞 你想想看以前我們讀一首詩 一篇散文 一首一卻詞 一個散曲 到頭來好像都一樣的 每個分析都一樣 有什麼張力 什麼意象 然後把它意思了解都相同了 但我覺得這種閱讀是大有問題的 既然它是屬於不同的文類 不同的文體 自然有它不同的特性 就是詞如何傳情 它跟詩是不一樣的 這個文也不一樣 首先我們了解到詞 本來是配合音樂來吟唱的一種歌詞 它受到音樂的約束 音樂如何傳情呢 只有跟它的發展的一個密切的關係 所以我希望也在這個文體的一個 很特殊的角度裡面 跟大家去了解到 這個文體如何去跟情感 這個結合這個傳情 跟詩的閱讀是不一樣的 因為在這個介紹的課程裡面 我不會把它做白話的翻譯 我希望就是要打動大家的感官 去了解一個詞詞 成為我剛才所說的 我們在國問的教育裡面 當然很重視作品的文學的內容 意境 從民國以來都是這樣的閱讀 但我想想看 在以前 在唐宋時候 或者明清的小朋友讀詞 大概沒有我們那麼方便 他們按照 老師告訴他們 就把它背下來 觀觀巨咒 從詩巾的底手 一直背背背背 你問老師怎麼解了 老師說 你不懂嗎? 打你頭一下 懂不懂? 懂得好,可以了 不會再做什麼白話翻譯了 但是我們的方便都白話翻譯 你失去很多東西 西方有個詩人福斯特曾經說 什麼叫詩? 詩是一種不能翻譯的語言 沒辦法翻譯的 但是我們的文學教育告訴我們 什麼東西把它翻譯 因此我們失去文學的一種體會 這就是我們國文教育最偏視的地方 沒辦法滿足我們的 對文學的一個要求 我們就直接去掌握意思 所以一本一篇小說 一首詩一首詩都一樣 只要把它翻譯 讓我了解 意思就好了 我忘掉一個東西了 中國文字 它是形音異一體的 你知道嗎? 有形狀 你有沒有考慮有些詩人 會故意用某些偏旁的字來取景 來形成某種意象的 你有沒有讀懂? 我們現在在看首詩把它排成千字 以前的詩不是 用書法寫在一個畫面 一個白紙上面 你回去看看 比如說在網路上或者故宮去看看 蘇東坡的唸爐焦或者的一個寒石鐵 你看到柳白 為什麼這個字特別大 這個字特別小 裡面就是空間的美感 傳達到某種情義的 大小不一 現在我們把它濃縮為一個白天字之後 每個都一樣 忘掉了一首詩 當你收到詩人的手稿的時候 你看到哇 龍飛鳳舞的 或者表達很深的情緒 在某個字上面 你了解到這個字 它寫起來非常的用力 我們有沒有讀出來 沒辦法 現在的課本沒辦法告訴你這一點 好了 中文字是有形體的 一個田園山水詩人所用的字 跟一個比較典雅的公體派的詩人 所用的詞詞彙是不一樣的 你知道嗎 他們有各種的考慮 如果你著重建構一個很福利堂皇的世界 你用的字非常的漂亮 平衡對稱 產生一種視覺上的美感 你看周邦彥的詞 你看司馬相如的父 你看得出來就不一樣了 你再看陶淵明的詩 這種都很簡單的 它有很多虛字 主要是要透過語音來傳情 它不著重一種文字的建構的美的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就違背這種自然的精神 所以詞會是有意義的 每個詞每個字形都會有傳達意義的 因為中國文字本來就是很有美感的東西 現在我們的文學閱讀就忽略的這個部分 什麼的詩中有花 你懂嗎 什麼的詩中有花 不是它有個畫畫在裡面 事實上一個字一個字排列 你看的時候已經是一個畫面了 你知道嗎 還有說的 詞中有樂 詞節配合音樂 但你讀得出來嗎 如果我們讀的水雕歌頭 都念的是天上的月光 什麼時候開始的 拿起酒杯來 我問問天空 你說這是什麼東西 很容易懂 小孩子就懂 既然很無聊 喝酒問天 問回所以來 但是明明我們不是這樣閱讀的 我們是這樣念的 明月幾時有八酒問晴天 一字一句都有憑著的一個韻律 打動著我們 其實我們這個元素 無法抽離出來的 如果我們今天上東波詞 我假設 我現在不用我們後來 我等一下介紹的版本 我要大家看一本 金著金一本 全部都白話翻譯的東波詞 大家去上上個這個課 你覺得真的很無聊 這個東西 平淡無奇 水中無魚 老了沒什麼意境 每個意思都懂了 考試也方便 當然沒有什麼難句 對不對 典故處處都通通清楚 但這個是是嗎 不是 只能它有另外的東西 在打動著我們 不是透過意義本身的 它聲音不自覺地已經傳奇了 但是事實上 我們從現在大家喜歡流行音樂 也知道的 我跟大家玩個遊戲 對不對 你們把你心中喜歡的流行歌曲 好啊 先想起來了 你最喜歡哪一首流行歌曲 請你心中不要想起音樂 把這個歌詞抹寫一遍 我相信沒有幾個能夠整首 現在流行歌曲把它抹寫出來 為什麼 因為你細心你背這個歌詞 不是透過文字的了解 而是配合著音樂裡面去寄送的 也許你現在抹不出來 但音樂響起 走到卡拉OK店 打開音樂的音響的時候 立刻就跟著哼出來了 音符會帶動你的情緒 你串連一些詞彙 你自然就記得下來的 我們是竟然寄送的 所以這個是 事實何嘗不是有這種功能 它有音樂配合著文字 打動著你的 很難抽離出來 但如果你只能把它白話翻譯過來之後 那就是真的 所以我希望我這個課程 既然要跟大家去接受人文的課程 也希望是一個 不只是文學情感的認識 也是美感的認識的話 我希望回到文學的本質 回到文本本身來解釋文學 既然中國這種詞詞 用中國文字來表達 因此我們就相對 充分了解中國文字的特性 所以你不能妄自菲薄說 我的詞的造詣不高 我讀的詞詞不多 因此中國詞詞的體會不夠 其實不是這樣的 也沒那麼難 起碼你有很多的生活的經驗 你的感官 我們不要把詞人看得太高遠 好像是養之彌高 隔著一個帆離突破不了的 其實不是 他們也是平常人 跟我們一樣 有各種的生活的一種經驗 它是比我們更有能力 把這種生活性 發回一種文字表達 事實上尤其此種文題 它是透過音樂來傳達 以平易近人 易懂為原則 絕對不許太憂深的 難懂的一些情緒 因此你看看 流行歌曲你聽得會很難嗎 不會啊 幾乎你要打開音響 你就會進入流行歌曲的世界 那詞何嘗不是 如果你要真的要閱讀東坡難的文章 你讀它的宗教性的文詞 或者一些議論性的文章 那都比較難了 因為需要某種學問的 但詩詞不會 尤其詞更不會 它是一個呢 最直接反映它情緒的問題 因此我覺得在今天的閱讀裡面 我們就分辨清楚了 好 你有你的生活經驗 作為基礎來印證 因此要閱讀東坡 並不是靠真正的語文能力 而是你的生活經驗 你有沒有相類似的感覺 如果你熱愛你的兄弟 讀到蘇東坡的水雕歌頭 或許有關他給弟弟的情懷 詞的時候 你會特別有感受 因為你有 你是各種人 東坡寫的就是 我們普通有的情緒 當然我們沒有王妻之痛寶 我還沒有 但是為什麼讀到十年生死兩忙忙 會特別有感動呢 因為我們有相類似的生命經驗 可能你失去一些家裡面的寵物 也有一種悲痛的情懷 或者你的長輩去世 或是溝動你的情緒 終然不是死亡吧 我們因為失去某些東西 而感傷 也會是有的經驗 因此去進入東坡的詞 並不是太難的 所以我希望能夠 我們回到文學本身 我的解釋的時候 我希望能夠用很多的視覺的 聽覺的 初覺的 各種的經驗 來跟大家去分享 如何進入東坡寫的世界 我們並不需要去解謎 也不需要了解文章的一種很奧秘的地方 我希望把它變成一種很容易接近的文體 道不遠人 詩詞更不遠人 不要把它變成好像是難以契機的世界 除非你是麻木的 不然你東坡寫很多作品 你很容易會有反應的 因為這個就是很重要的一種生命經驗的 一種共通的地方 所有課程就是 我希望就是 起碼在很酷糕的大學生活裡面 留著比較 容許我們能夠主觀很難情的 去放肆我們的情緒 去感受古人的生命的一種課程 我覺得是蠻好的一種經驗的 更何況東坡文學裡面 它不是一種難情的 抒發情緒而已 它有一種很勇敢 面對情感的不同的方式 有些悲痛的極點會落淚 悲痛 愁絕 但有的時候也願意承擔 會化解它 會產生的情緒 但你不要以為 人能夠面對一時的情緒 就得到成王成勝了 不一定的 跟我們一樣 明天一樣照翻 那些人是場景 但我們看到人的努力 我最近都在思考的 我們為什麼會看那些 詩詞的文學 尤其中國的文學 詩詞 不只詩詞 中國的文學 十至八週都是山崗的文學 是 難道我們的課程裡面 就渲染情緒 給大家認知嗎 那這樣的課程 我們說 是很好的 是一種療癒的功能 我也不能這樣說了 難道你們上課 是未來就想 把自己 那麼多天來的情緒 它會在課程裡面 抒發出來而已嗎 但也不是 我們不希望是這樣的 既然是放在大學的課程裡面 我們要有更深的思考 這裡面有幾個層面要認識的 第一個 我們要了解到 當作家寫出一首詩詞出來 縱然他自己現在看到 東坡的寒石詩 或者他的十年生死量滿盲 那麼悲痛 那麼傷心欲絕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他還沒寫詩之前 那種情緒 比他寫詩的當下 事實上不曉得中多少輩 人在悲苦之餘 根本無能為力 也難以拿起筆來寫作的 我有自己的經驗的 我父母去世 他人希望我寫篇文章來悼念 我寫不出來 你怎能寫出來 你的情緒都在當中 事後我還可以 當下你寫不出來 因此我們會知道 當作戰能夠寫出的情緒 證明他有能力 從情緒裡面跳出來 來審視一份情緒 加以書寫 所以書寫本身是一種 證明你生命有一種定律 會克服情緒的能力 而且更不要說了 把它寫成一首詩 一句詞 它是有規律的 有條理的 有文路的 如果你能夠把它寫出來 證明你有理性的 悦知情緒的能力 如果不然的話 你寫不出來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說 文學的意義了 現在我們讀到的 已經不是原來的 一種生活經驗 已經經過一番 處理過 沉澱過的一份情緒 詩人都能夠做得到了 那我們讀者又是如何呢 我們能夠讀進去 我們不是隨隨便便 按照去背痛的 我們也跟著脈絡裡面讀 證明我們有能力 跟著作者 順著一個理論裡面 去梳理情緒 我們也可以要分理性 來操辭這份情緒 也許文學的寫作 以及閱讀意義在這裡面吧 來證明我們有能夠 能夠克服情緒的能力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能應證的東西 再來就是 文學是有規範的 但一個作家願意寫出來 當然我們在第一個層次就是 作家寫出來 當然我們說了 不管用什麼文字表達 你還是有一種 試圖用文字來傳達的一種目的 不管是傳給自己 以未來看 或是傳給別人看 因此有一個作家 他願意把它 透過文字書寫出來 證明有一點是什麼呢 他還相信可以被閱讀 願意被了解 他不願意完全孤獨起來 你用來藏之名山吧 你還是期待未來人看到 所以裡面還有一種期待的 與人去分享你的經驗 所以文學創作 我們看到作家的那種 中文他是很孤獨的人 他願意用文字 而文字本來就是一種 交際溝通的一種工具 你願意還相信文字 起碼你還相信 人還有溝通的可能 當東波的悲痛 被扁到黃洲 或者被海南島 他還是寫他的詩子 起碼他還是相信 他沒有被孤絕在外 他還相信文字的傳達能力 還相信別人能夠閱讀他 也願意與人溝通 被了解 或者了解別人 所以文字有也這樣的意義 那我們也一樣 如果你還願意閱讀 證明你還不至於完全的 關閉起來 你還願意打開你的心房 去聽聽別人的一些心聲 來參與別人的經驗 和引出一些反應 這不是文學的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嗎 我們現在能夠讀到東波的文學 我們這個東波所以不死 這個文字的存在 我們還可以翻閱時空 跳過將近九百年前 跟東波故人做一個溝通 我們對不顧必有靈 就會從文字裡面的閱讀 會相信人類的一種 和諧統一的一種機制 還有第三個層面是什麼呢 文學家當然除非你不斷地重複自己 不斷就是不甘於 都是用同樣的方式表達的 我正經念常識用詩 名言常識用詞 或者同樣的技巧 你做挑戰 那挑戰的方式說 人是一種不服輸的個性 文學我們當然有習的一種經驗來寫作 每個人都這樣的 你不學一個古典格律怎麼寫詩 但你剛開始當然是模仿別人的 但當有一天你有能力的時候 你要超越它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在西方的傳統裡面 稱這些藝術家叫反抗者 因為他們不滿足於現狀 不滿足於有形的 或者無形的意識形態 有形無形的閱知 他們勇於突破 作詐就是有一種精神的 只有一個作詐 他不甘心如此的 一方面要傳達 一方面要證明人的能力 能力會超越一種能力至上的 東坡 家宣 李白 杜甫 何嘗不是 美國做他的認證這一點 但這個過程中 人先有學習一種規矩 然後再創作 從而我們就了解到一種 什麼的自由的精神 原來所謂的創作的自由 是在限制中才能飛劃出來的 人如果完全突破這種的繁離 無所謂自由 就是放縱 東坡就告訴我們這一點 他身為人臣 人子 人夫 人兄 他就盡量辦好的角色 但是都要挑戰不大的可能 我們東坡文學裡面看到 有這樣的一種表現的 人的一種活力 東坡第一次去考試 文章叫《欣賞忠厚之之論》 大家都讀過了 對不對 有個說法就是 他有個典故的出處 連梅瑤城做考卷批約的時候 都不太了解 放在卷上面 要歐陽壽來評斷 歐陽壽覺得很欣賞 但還是不知道是怎麼樣的出處 但不好說自己不懂 還是把它放在很前面 當東坡來拜見他的時候 就問東坡 這個典故從何而來 東坡說 相當然而 你們現在學生都有東坡的能力 為什麼 我越見的時候發現同學 常常引進句點的 李白說知識就是力量 你們不是常常常掌管理呆嗎 我問他老師常常都 一嫩一嫩的 這從何而來也無法驗證 也不能打開電腦去查 反正是學生有學問 安西蘭有沒有說過不知道 培根有沒有說過也不知道 反正裡面贏了很多句點 你發現很多同學根本是被錯的 但東坡當然真的是他懂的 但是他故意有種變化的一個手法寫出來 想大難而 為什麼 他不是死被典故 他是活用人物典故 他相信在那個年代 那些人會這樣說話 那是讀懂書 你看到東坡他考試 面對人生最關緊要的關頭 他都可以跟文字開玩笑的 可是他的能力 他不握手成規 可能東坡一生都是這樣的 他無法謹守一個分寸 他探索無限的可能 詞對他來說 他走是一種限制 他有挑戰的限制 東坡不懂音樂 不會唱歌 但是偏偏他有填紙 而填得很好 這首詞勇於面對一種困難挑戰的精神 而且他也不違背這樣的一種精神 我最喜歡開一個比喻的 通常我們說 好 叫吹氣球 一個氣球 大家曉得了 你把它灌氣進去 會吹得很膨脹起來 但往往我們都可以 小心翼翼 有些小孩子把氣球送給你 要你吹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把它吹破 不然不得了 小孩子哭起來 就很難受死 對不對 好 因此我們的小心翼翼 把氣球按按步驟辦法 吹到大概五六分滿 把氣球加起來很保險 起碼不會破 東坡意高人膽大 毅力要好 有精準 揮霍量也夠 一吹 氣球吹得比我們大了一大倍 但是快要破的時候 東坡還笑笑的 你不要擔心 還吹得最大的可能把它加起來 就把球丟給你 彈性勝加 東坡面對每一種問題 就如同眼前的氣球 他吹到他的極觸 所以東坡的詩 多麼的文 多麼的覆 多麼的詩 都探測到文體的最高的限制 來挑戰我們固有的一些經驗 但是他沒有破體 他沒有把氣球吹破 我們讀東坡是看到這一點 他的詩也許不合音樂 不如周邦彥 劉勇一些純粹的音樂家 但是他違背音樂文學的基本的美感特質 你看到人的一種精神 這才是一種 我們同文學在看的一種既要反抗 但是也不許完全放縱自己的能耐 確實讓我們大開眼見 在有限中看到無限的可能 我覺得這點閱讀上面 會豐富我們很多的經驗的 文學沒有什麼樣的有用的 真的實際給你實際的一個少用的功能 也許文學裡面有某種暗含的教育意義吧 我們又會習得所謂的自由 教育的意義無非就是讓我們 不只要學習一個技能來 讓我們謀生獲得知識 一種技能而已 更重要的是透過一種知識來回饋自己 讓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你會質疑你父母的一些價值觀 宗教團體給你的一種約制 或者制度上面的一種約制 你就要做你的主人 教育意義是這樣的 我們台大的少訓業不是這樣嗎 你做一個自由的人 但是你在團體裡面學習 所以裡面教育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意義就是 你要學會如何與人合作溝通 也尊重別人 因為你不是閉著門裡面做學問的 你要跟你周轉的合作 共同完成一個課程 也許這些 如果這個教育回到我們東波的閱讀裡面 我們同樣可以學到這樣 因為東波是一個很愛交朋友的人 尊重多情印象我早生發華 如果你面對多情 有時候我們都懶得跟人交往 因為既然情會帶來很多的傷害 我們為什麼還要跟人交往呢 這愛情會令人失望的 為什麼我們要談戀愛的 人開始比賽起來 但東波告訴你不害怕 愛情也許讓你受傷 但愛情也會讓你救贖 成就不一樣的人生 所以東波的文學裡面 尤其詞裡面 我們看到了 他寫給好多朋友的 很尊重他們的情懷 老師 朋友 兄弟 夫妻 都在他的詞篇裡面 跟一個純粹的文人 像劉勇比男女上司之前 真的不一樣的 我們看到了情感很豐沛的一面 不會讓人受傷 更是可以讓人生活得更加的有意義 更加的豐沛 所以我希望這個課程裡面 給大家做這樣的閱讀作家 我不知道能不能達成我的願望 但每一年我都希望能夠 盡我所能把這個作品 介紹給大家認識 這個課程 因此我就按照了 既然等東波詞 東波也有他的生涯變化 我們就是分期閱讀東波詞 從他早期 從杭州開始 到他對海南島的歷程 我們就仔細分期閱讀 主要是分四期 那後面還有兩個主題 跟他去介紹 那這個課程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 我上課其實還蠻輕鬆的 那基本上我因為喜歡的作家 我常常這樣想 這樣我這個課了 我不是像我們國文教學一樣 要解題做一些生平介紹 也不是這樣 我是回到文本的本身 因此我很尊重這樣的一個文學作品 那對我來說 一首詞放在我面前 就如同好像音樂表演之中的一個五線譜 我現在要把這個五線譜 重新彈奏改編出來 讓你去體會 所以對我來說 上課就是一種好像藝術表演一樣 這個詞走在我面前 叫五線譜 但這個五線譜的好單調 只有單音 我必須在這裡面 不違背他單音的旋律 我把它變成一個複合的音樂的製造 裡面有和音 有各種的組合 但這個頻就是我的經驗 我類似的一些文學的知識 把它互相印象出來 然後把它豐富起來 這裡面呢 我也是扮演一個好像是一個音樂演奏者 也像編曲家一樣 甚至是一個導演 為什麼呢 因為詩中有畫 詞中也有畫 詞中也有樂 如何把音樂 跟每個視覺聽著的畫面 重新組合起來 實際上我好像導一場戲 根據東坡的文本 我們重新製造一個劇本 然後跟著東坡的詞的演進 進入好像一個彷彿電影的世界裡面 如果你這樣閱讀詞 你覺得呢 是一種享受 它不是要你應聲的背誦一個東西的 那等一下我再補充這一點 就是說我怎麼去詮釋這個詩詞 那這邊你提這個課程就是 當然有些作業的要求 課程很無賴 有必要之二要考試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們這個課程呢 也有其中的考試 也有期末的考試 當然大家不要太緊張 考試都是 跟對你們閱讀的一些詞篇裡面 問裡面當中的一些問題 尤其期末有一種必考題 就是你先準備好了 這些學期你最喜歡哪一句詞 請你跟我分享 每年統計起來 第一名都是釘封破 我覺得也明白很難 因為同學就是只讀一首釘封破 而且只記得一句 也無風雨也無情 也會做文章 反正你只能夠寫出來就30分 但我們中間還有兩個作業 就是其中作業 我這個要限時教卷的 在網路上 我之後等大家選定課之後 我會把題目都會PO出來 每個題目有兩小題 都要作答的 對不對 那我會吩咐 助理會盯緊大家寫作的時間 這個時候 我們教這個 還有大家出席上方 也多留意一下 這個課程 我們會用到一本書 就是用東坡岳府編年建築 本來去年已經絕版了 今天我出版的時候 就聽我說 有很多學生來收 他說有利可圖 因此重新翻印了 這個是新版的 一個東坡岳編年建築 如果你有做版 也可以照樣用 等一下駐教會登記 多少同學要訂購的話 那折購會比較便宜一點 對不對 我們用這本書 做我們就進行課程 重要的一個課本 那隨時有些參考資料 我都會放在這把上面 大家隨時去瀏覽 已經下面已經放了很多文章了 大家不時都會瀏覽一下 來配合這個課程的一個進行 好不好 那課程簡介大概到這裡了 等一下我就先講講 詞是什麼問題 我怎麼詮釋 而且東坡的文學的一些特色 那下面我就先 就幾個課題跟大家先做介紹 一個是 今天我們要介紹東坡詞 在閱讀東坡詞之前 我覺得有必要我先認識詞 作為一種特殊的書情文體的一個特質 那了解到這種文體的一個屬性 而東坡在經裡面 有他擅長以及不擅長的地方 他如何去克服面對 那我覺得這個是有必要的去做一個認知的 因為畢竟跟他平常寫作的詩是不一樣 那我這裡是先做一個開場白 所以就簡單很簡單跟大家去介紹詞的一種問題特質 那往後在正式講授東坡詞的時候 因為見過到大家要對詞的一個熟悉 針對每一種詞的屬性 可以相對的也把相關的有關詞的知識 然後不斷針對不同的題材 然後再開展跟做一些介紹 所以就逐漸會加強你們的認識 畢竟現在我們沒有讀到詞 所以我們只能先簡單籠統的了解詞的一個特質 然後就回過頭來看 東坡為什麼要填詞 它只呈現什麼一個特色 你才有一個根據 詞這種問題大概 我們很難說它發生真正的正確年代 那我們可以講 詞這種問題是要在一個 比較商業文明的一個社會裡面才會產生的 它是交付歌旅 吟唱表現的一種歌詞 所以當一個商業文明還沒發展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它不會發生 所以我們看中國文學的一個音樂文學的發展 先是詩經 一種廟堂音樂 刀樂斧詩是地方的一些歌謠 到詞的時候已經集中了在長安 杭州 那些汴京這樣的城市 才慢慢新生起來的 因為它是需要一些新的一種表達的一種工具 有商業的一個精緻商業的環境 在這裡面 王國維有一段話 我們可以先做簡單的了解 然後去導入我們的課題 它曾經在人間詞畫裡面 很簡單的去分辨詩詞的一個意統 它詞詞為題 《妖妖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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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出自儲詞的九歌 它叫每一個神 《美妖妖細秀秀》 王國維用一個好像一個很漂亮的文字 來介紹一種文字 而且有出處的 簡單講 妖妖就指一個人有美麗的永遠 有個美麽 《妖》就是善於修飾 如果我們就看的話 一個女孩子 一個人把她天生立直 有妖妖之貌 而也善於修飾 還有經過後天的一個修飾 那種內外堅固 相得益彰的 它這樣講不是沒有根據的 我們去講吧 歌詞 尤其這種唐宋詞 大部分都交給歌女來唱 歌女都是有些姿色 坦誠的記憶也高 那竟然就交給女孩子唱 那種歌詞 本來就是妖妖之姿 但是為什麼有什麼遺修呢 這些歌詞如果純粹是女孩子 唱出她的心情 那大概很難到這個層次 就因為文人的參與 中堂以後 很多大量的文人參與詩詞的創作 本來文人又擅寫歸院詩 也把歸院的題材寫作的技巧 導入詞的創作 使得本來是民間的歌謠 經過文人的修飾的話 上得益彰 使得更加的漂亮 更加的動人 所以它是這樣的一些 一群的男女之間的合作 而完整的文體 不能說這些歌女不會填詞 它也會 但是寫起來可能 文書的技巧沒那麼好 記憶也沒那麼高 但是文人參與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詩詞就這樣的特質 美妖妙系儀秀 所以它就帶有一種 旅行英勇之美的一種文體 那這裡面我們就探討一個問題了 為什麼在唐宋時期會產生這種文類 文學不是好玩的 文人願意參與應該有它內在的機制 有它內在關心的課題才願意去參與創作 中文是貴院師吧 也因為文人的感覺到自己的情懷 跟女孩子差不多吧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心房的問題 本來歌詞的東西都是坊間所傳唱的歌詞 文人有自己的高格調的 如果他老是保持一個身段的話 他就不會投入詞的創作了 那這裡面為什麼後來文人願意 尾聲於詞的創作了 這裡面就產生一個觀點的一個改變的問題 朱子欽在他一本小書 叫《論亞俗共賞》的一本書裡面 談論過這個問題 這裡面必須有一個審美觀念的轉變 如果我們看《詩經處詞》一直以來的話 發現文人當然是文字的一個載控者 他是一個主流的能夠掌握文字的一些人才 如果你只去看 比如說同秦漢魏京南北的唐代 我們所謂的文人 通常來說都有某種身段的 尤其是魏京南北朝 我們有分了所謂的九品 上中品 在詩品裡面分一些作家 但事實上如果你衡量他們的出身的話 你發現基本上都有一個背景的 因為你家裡沒有錢 如何能夠供書教學 而且當時也沒有科舉考試 未必一定要出來要做官的 立田 營商都可以的 但能夠有漁閒來讀書 家裡相對是有一些漁產 有個身份 有個階級才能夠容許你讀書 所以在魏京南北朝的時候 他們講的雅的觀念 你看竹林七賢 監安七子 他們的身份都不低的 不只王孫公子都是一些貴族 王謝唐乾燕 王家謝家多少的詩人文人 都是這些的出身 所以他們所謂的雅呢 帶一種物質性的一種高雅的 所以文字要求就是要漂亮 你讀書多來從文字裡面呈現你的身份的 你沒有漁閒讀過什麼儲詞 引經據典的話 你怎麼成為一個學者呢 所以需要一些背景知識 背景知識就是要財富裡面 才能提升近代的 所以當然是談得高雅 帶一種物質性的 文字要漂亮 如果你穿的衣服那麼漂亮一樣 是一個身份的證明 所以人就寫一些長篇的一些富 便文來顯示你的身段 所以我們就不難了解的 為什麼陶淵明在衛京南北朝 只能列為中品的 因為他的詩太平易近人了 他不如王羲之 或者應該是不如謝寧韻 曹子健 王燦這樣 也有商品那麼高雅的 你當時還沒辦法接受 他那一種太平易的 跟淺金的詩歌 因為當時就覺得太老百姓的 太平民化了 不受重視 這種觀念一直延伸到唐初的 我們所謂的健安 唐初唐四節 他們所謂初唐四節的文學史上 不是強調他們的詩的教義 而是他們寫了一首好的篇文 篇文才是你的學問功夫 是要有一個身段才能累積出來的學問 李白他們當然也是風華絕代 有這樣的身份能呈現出來 一直講到中唐以後 新的概念出來了 關鍵在哪裡呢 就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就把北方的 本來是掌控政治大權的一些權貴 把它打散掉了 很多人因為了動盪 都逃到南方來 連皇帝都藍遷了 所有的貴族都遷移了 那這些本來在宮殿 或者貴族家裡面 在樂宮 一些歌旅 流浪在房間 他們也要謀生的 因此都逃到一些大城市 來表演他們的記憶 所以那個時候 像杭州 成都的一個 在成都 或者在長安的地方 或者後來的長安 都一直到廣州 都很多的一些歌樓祭院 就紛紛的就淋漓了 很多文言的 很多的歌旅 樂宮在那邊謀生 那這裡面呢 還建設一個政治上的一個動向 那在秦漢以來 事實上不要說 權貴是掌握的政權 我們看唐人的一個傳奇小說 都看到很多近世出身 剛開始是有物事 很多紀律 事實上開始透過紀律的一些關係 來認知朝中的權貴的 但有一天考上近世之後 他就不再甩這些歌旅了 所以很多復興漢的故事也出來 那看得出來 當時也有說到 很多皇帝 當那個星科近世進來之後 在問他 要不要娶我家的公主為妻 很多近世都近邪不明 因為真正的權力 就在貴族手中 但是所謂的四家 先王神正的 先崔家 他們都是權貴的 所以都要能夠娶了他們 娶了他們的家人 最好的一個出身 一直都有這樣的一種觀念 但暗示紙亂之後 就打破這個了 當然不如完全鬆動 還保了一種殘餘的力量在其中 但朝廷為了要重新掌握政權的話 他唯一的方法就是公開考試 用自己的人才 所以中國的科舉考試 到中堂以後 真的比較公平公開去 落實去實踐下來的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看到了 像白志毅 袁枕 韓裕 柳中元 一群的從民間出來的文人出來的 唐宋八大家 不時偶然的 都是同樣的出身 他們都是民間的那些 經過讀書考試 晉升的四階層的 一群新的一種 新科的晉識 新的知識分子 那這些人本來都是在民間出身的 他們也不避俗 他們還接近了很多的民間的歌謠等等 但有一天到某個地位的時候 他們也不會忘記這個東西 所以就在中堂以後 雅俗共賞的觀念就出來了 當然也不能俗不可賴 還是提升到一個雅的層次 因為有扮演自己的 不一樣的 考成進士的身份 但也不能避俗 這個時候這詞 剛開始興盛起來的起端 當然真的值得起源 還推到更前面 但是文人真的參與創作 大概是中堂以後 白居易 原整這些文人起來之時 因為他們就是 有這樣的一種 接受這種 俗樂的一種心情 之前大概很難的 因為他們有彈奏的音樂 他們就是彼之則己 不願意去接近的 好了 這個是一個 基本的一個形式方面的改變 更重要的是 文人後來 不是為了歌旅創作 寫出他們貴重的情懷 事實上偶爾 也會透過寫出女孩的情懷 來映射她自己的一種 寄遇的 一種懷才不遇的想法等等 更重要的是 對時空的焦慮 所以這裡我們一直沒有意識到一個情形的 我們現在講時間的觀念 文學也是抒情文學 而且配合音樂的抒情文學 基本上都很關心一個課題 就是時空變化 中國文學世界上最動人的就是 這樣的一個課題 因為中國太大了 大到那裡根本無法預料 你能夠走到哪裡 能夠跟分離的人在重慧的一天 所以為什麼從 我們從詩經去看 詩經裡面的送別的詩 或者思鄉的詩篇並不太多 因為很多人都是居於一個小國 因為當時書不同文 吃不同鬼 很少人遠赴他鄉去謀職業去考試 沒有這回事 最多可能跟著大軍人去出征 寫著軍中的哀嘆 但最後還是打完仗會回到自己裡 國家去的 這是當時的情形 當漢代統一以後 而且秦漢應該是從秦漢以後 一統一之後就麻煩了 書同文 車同鬼就方便了 而且中央政府的一個統一的話 人為了某職位 要做大更大的生意 你必須要去大城市去 交通也便利 但是問題是 人的離別的狀況就越來越多了 越複雜了 但中國真的很大 大到你根本不知道 今天離別多少年後能夠重慧的 所以從古詩十九首以後 你看看中國的詩歌 他翻翻堂詩三百首 到了宋詞 離別相思 送別的詞特別的多 也特別的感人 因為音樂是一種時間的藝術 而詞更是要配合音樂來影唱 因此時間的課題就是他最寬性的課題 各種的生離死別就是他人生最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文人會用詞來表達無也不例外的 因為他的感覺 他的透過詞裡面出外的情懷 跟女孩子的情懷是沒有兩樣 更重要的是 內心的男女 事實上是一體的 怎麼這樣講呢 當白句寫《琵琶形》寫到 同是天涯淪落人 相逢何必成相式 我們也了解到歸院士的寫作 文人都跟女孩子差不多 這種懷責不欲 年老四帥被遺棄的一種疏命 跟男生女生都一樣的 但事實上更重要的是 跟底層的一種時間的焦慮感 女孩子當然十六七歲 年輕貌美 他可以憑藉這個獲得一時的讚美賞愛 當然過了三十以後 又如何是好了 一種就時間無從的焦慮 所以人希望永遠都活在春天的氣氛之中 所以基本上的詞 如果從《春秋二季》來講 寫春情比秋思多的 詞就是春天的情懷 充滿了美麗的 也憂傷的情緒 那是春天的情緒 女孩子眷戀他的青春一樣 但畢竟青春難保 一過去之後難免就趕傷 年復一年都是這樣 那為什麼男生會寫作呢 這裡面有回到一個 男生的內在的處境 好了 我們以為了 以前的人也沒那麼大的焦慮 比如說謝寧韻 他們其實上他可以不做官的 王謝之家有多少的財富 你看謝安 三十九歲前 根本不想公民之事 躲在家鄉裡面過一 過著非常幽默的一個生活 他根本不可以不參與政治的 生活太富裕了 做官做不好 立刻就辭官就歸故里 過著幽默的生活 但中堂以後的文言不是的 你只有一條出路 讀書考試出事 沒有別的出路 你做生意做不來 做農夫也沒能力 那怎麼辦 這條路了 好了 考慮竟是當時的意氣風發了 以為 就可以一出而就 就可以到更高的地位 沒想到 你到了朝廷以後 跟你的同時在朝廷任官的人 多得是 還加上同黨的一種 解黨營私 互相攻擊 照不保夕 所以中堂的時候 周勢力還遺留著 當時所謂的流離黨爭 流派是比較咒咒的 是勇勿過去的集團的 新科的李派 李德裕 他是新科進士出身的 當時還有這樣的最後一波的 就是新科進士 平民出身的人 跟那一種權貴 就是最後的抗爭 這個過去五代十國以後 都宋代完全文人執政的 沒有所謂的集團 但是文人出身 還有另外的問題 就是籍貫 來自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排他的一種形象 所以多麼面對的時候 有落派 有鎖派 有蜀派 有不同的派別 彼此無法相擁 好了 因此你以為考上是一種 一帆奉順其實不是 看你跟不跟得對人 你的籍貫對不對 如果都不對了 成分不好的話 你隨時有可能被貶貫 被殺頭的可能 因此考上是一種 你充滿了一個焦慮感的 我能不能如我所願 三十歲當那個地方的小官 到四十歲或到朝廷 五十歲執政 根本都是有一種是妄想 你根本不知道下一步會怎麼樣 要沒有跟對人 所以情懷跟那個女孩子 一樣充滿了時間的焦慮感 我們都中國時期裡面很少會意識到這一點的 唐宋或者先秦兩漢的時期 或者秦漢的時候 或者魏京南北朝都唐代 中唐以後或者宋代 他們文人之間的一種時間的感覺都不一樣的 譬如說我們現在也不一樣的對不對 現在我們能夠燈燈的發明 我們會延長時間 我們的時間的感覺都不一樣的 而且現在的交通便利 根本有很多時差的混亂對不對 以前不是的 所以中唐以後是一種新的知識分子 面對新的時空感 因此的磁性上配合這個時代而出來的 裡面充滿了很感善的情味 對時間流失的感嘆 那這裡我們不多說 以後回到宋墨西 我們會仔細一個一個跟大家去分享 就是這些世大夫人面對的一個處境 所以為什麼同是天涯淪落人 所以你發現一個男生跟女生的處境 沒什麼兩樣 因為我們從心理分析來說 一個人的內在 都充滿了男性 一個雄性跟一個私性的一個特質 當你意氣風發 一往情深追求公民的時候 你的男性的意象就出來了 但當這個東西受了創傷的時候 你的女性的內在會出來的 開始躲避起來的 比如說貴重婦人一樣 一種自閉的情緒 而且一種心靈的潔癖感 我們看到世紀裡面出現很多潔癖的意象 東波的智慧發生這一點 她喜歡的美人都是一種 冰濟欲骨的 一成不染 唯一的 受到這個美人無非是在堅定自己的意志 覺得自己絕不能同流合物 不能自己墮落 所以這個女性代表她自己心中的某種期許 某種堅定的 但這種呢 當那個情感越來越走出去 人就慢慢的跟女婿就不協調了 那這種情懷其實很深沉 在東波詞裡面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變化 所以簡單來講 詞在文人詞 我打那句文人詞 但詞有很多的 也會為了歡樂 啟慶 諸壽 來寫作的詞 這部分當然也會不少了 但是文人創作 我們講的蘇隆波這些 劉勇的文人 以文人詞的本身來講的話 當然就有他們的一個比較 長寫的一些題材 它主要的旋律是寫什麼 主要是寫一種好景不常 人生意識的感傷 所以詞往往都是什麼 其實中國從詩歌裡面都是這樣的 放在一個坐標裡面 一方面我們看到 有了大自然的永恆不變 天上的玉月 地上的花草水 山水 而對照是人世的變化 所以很容易了解的 你都 李厚祖的 與美人 他不是前面說嗎 春花秋月何時了 往事知多少 這種詞的一個主調 一篇感傷 春花秋月何時了 春去秋來花開花落 越圓越缺 永恆不變的 對照是 這是人世的變化 所以詞人裡面 如果你寫出真的內在的情懷 或者你假透一個女孩子寫出來 大部分都是這樣的課題 寫出人生意變的特質 我不知道你們抱著什麼心情來上這個課程 如果你真的對詩詞對歌曲有感覺的話 我相信你還是有個詞的情懷 我常常會問這些學生 你什麼時候開始喜歡詞 好了 再進一步問你 如果詞是一種歌曲的話 那我就更談 更白一點問你 你什麼時候開始聽流行歌曲 為什麼 有沒有問過 大概我不相信你 幼稚園就開始聽了 如果聽到自己大概不大有什麼感動 你真的願意去聽 一手一手聽下去買個CD 然後躲在浴室裡面 一邊聽一邊哭的話 大概也等小學四五年級以後吧 哈利波特十一歲要長中學了 小王子十歲就停止長大了 所以十一歲就關鍵了 就是人開始女孩子要發育了 你看到這個身體 常恨此生非我有 不只能夠控制的 有些東西 開始有壓力來了 小學四年級 爸媽還可以容許你 學彈鋼琴跳舞 去學什麼記憶 五年級以後 開始要用功來補英文 學寫作 對不對 數學要加強 因為準備要讀國中了 兩年過後 你必須要離開你熟悉的小學到中學去 中學三年 然後再要換一個高中 為什麼我們現在大部分買基地的小朋友都是這個年齡呢 因為你們的面臨真的人生的離別 離別你們的童年 離別你們的熟悉世界 你是身不由己的 你多期望能夠回到四年級 小學四年級重現的世界 但你回不去 但有一天你發現 你的布娃娃已經不那麼親近了 對不對 你喜歡東西已經開始收藏起來 你不願意再去撫摸 去彈奏這些樂器的時候 你的心情就可以了解 那時候你正是聽流行歌曲的最好時機 此時有些事情發生 你會從自己自身去體會的 你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外 因為感到一種哀傷 剛才的歌曲所寫的大部分都是這樣的內容 你回到去想想看 不管是古今中外 大部分的流行歌曲都不外乎這些課題 好景不長 人生一世 我們唱的不可以聽嗎 童年 初戀等等的故事 稍重即時 這些情味並不遙遠的 我們在成長過程中不斷不斷地面對 直到我們終老一生都是如是 為什麼這種歌曲唱不斷的 所以這種歌曲叫 《不了情》 《忘不了的歌曲》 當詩人成長之後 面對著這種人生離別的必然的感染的時候 自然在調中詞情的世界 所以詞的主調 我不只是談詞 所有的流行歌曲 基本上都以這個為主軸的 好景不長 人生意識 一切都在變化 我們現在翻開你所有的歌曲 你檢驗一下 十字八走天的課題 但這裡是一個比較負面的一面吧 當然 旅行歌曲也不是說 要勸你了 既然好景不長人生一世 不如我們就中了罷了 就不斷地去自殺 尋短吧 但沒有個歌詞會告訴你這樣的 但裡面還是告訴你了 中原是這樣的 你看我還是忘不了 裡面有一種牽扯的 裡面導入一個更重要的一種力量 一種此情不渝的精神 多麼繼續寫了 多情因少我早生換我 它還是很多情 詞一直寫下去 它不能無情也不能忘情 我們何嘗不是 所以這裡面我們不少幾人看到 它負面的一面 你就看到出 它背後潛藏的一種力量 一種此情不渝的精神 中原你看詞裡面 沒有這個女孩子 他明明知道 那個男生不會再回來的 但沒到春去秋來 他依舊在房間裡面等候著 希望她回來 所以這裡面就有一種期待 中原受傷了 但還是有份希望在 這是詞裡面很特殊的精神的 這裡面有一種情懷 我們孤節輕微的一種跌宕的情懷 當你意識到好景不長 整個情懷就掉下去了 但是還不甘心如此 很少再以疏解 面對 化解 提升 因此有一種此情不渝的精神 把它對抗著 就產生一份豪情 一份曠達的情懷出來了 所以這裡面產生一種跌宕的姿態 如果我們的音樂旋律裡面 有低音也有高音 才能成就的所謂的旋律 節奏 如果沒有高低音 都是平面無趣 何來音樂 人生的意義是因為有低有高 意思是人生的 每一個都是一篇詞篇 有不斷的變化的 詞就是一首一首詞 都述說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不能只是說 詞詞感上 注意到裡面 有一種很堅韌的一種精神 營耀在這幾圈 我們不少是蘇隆波也好 歐陽修 艷蘇 辛紮炫 我們都看到這本精神 一方面我們看得多 他們很感傷 另一方面 他們還是沒忘掉了情的重要性 重要去表達他對於某些東西的堅持 所以我們去問 有人去質疑 為什麼詞成為宋代的代表文學呢 你可以說 我們現在很多人都不看小說 不寫文章 但是你們起碼 我相信十至九 百分之九十九 都聽音樂 對不對 現在我們的文學 如果我們廣泛來演的話 我們最有代表性的文類 就是流行歌曲 如同當時的 當時詞媒還沒有那麼普及 也是透過傳播媒介的方式 現在流行歌曲是最完整的 我們在裡面學習如何彈琴說外 學習如何去紓解 如何去面對 不是都是這回事嗎 我們去問 在宋代來說 為什麼詞會做一個代表文學 原說都很 才是反對的意見了 從宋人來講 詩比詞寫得更多 東坡的詩好幾千首 詞才三百多首 又在量來說 不是這樣嗎 以東坡為例 都看到這個比例的一個差距了 根本整個宋詩 全宋詩變了一百多尺 還沒編完 全宋詩只有四五尺 你看到這個差距了 那為什麼詞 我們說了 唐詩就是宋詞 詞所以代表文學 有些研究者就不服氣了 因為覺得宋代就有代表是宋詩 跟唐詩是不一樣的 有不同的特質 但是我們會從法國來講 也非常不可以用宋詞 來代表宋代的文化的 我們這樣看了 宋代 自建立 統一中央政府以來 就處於一個非常艱難的境地 我們讀宋代歷史的劇場 它不如唐代一個大帝國的氣象 內憂外患 那一步就很難治理了 從清理變法 往二世變法 一段不斷的希望能夠改善 國家的一個結構 但是對外也積弱不振 我們讀宋代歷史 覺得很不堪的 但宋代的文明 卻是很高的一個程度 那但是 我們從國家的長短來論 我們從清漢以來 有些漢代的大一統以後 到清代 我們算一算 漢代是中國歷史上最長的一個朝代 有四百多年 東西漢加起來 然後下面呢 最長是唐嗎 是明嗎 是清嗎 都不是 就是宋 宋有三百一十多年 而唐代才兩百八十幾年 那你說因為 宋代他是比較幸運的 沒有那麼多的外伍 其實並不是 宋代從開國以來 面對都是最強的敵人 先是遼 後來是金 最後是蒙古大軍 而蒙古都知道了 他是中國 前部在《國史大綱》裡面說 他說在蒙古祭兵 鎖上無敵的掌礦中 只有中國是他們所遇到的 中間唯一最強人的大敵 你宋代宋代弱嗎 並不弱 他可以跟蒙古抗爭了那麼久 不是一口氣就把他殲滅掉的 所以可見呢 宋代並不是不堪一擊的弱國 有他比較強韌的一面 這裡面我們看得出 裡面的國族的精神 從范宗淹開始 出了一個士達夫的典範 要先天下之幼而幼 要實踐如詐一種 知己不可為而為的精神 這種就是宋慈的精神 宋人很柔弱的文體 寫出這種哀善的情調 感染時間的變化 但宋人沒有妥協 宋人還是堅定地去面對情感 我們舉個例子 宋人從蘇東坡開始 他們都很向往陶淵明的田園生活 但基本上我們看 宋代的士達夫 宋人被貶官受了挫敗 絕少人真的效法陶淵明隱居故隸 他們做不來 就有一種民族的精神 他只能把陶淵明放在心中 吸引在心中 在現實裡面做不到 一個就是經濟的考慮 因為一家大嫂那麼多人 如何能夠養兒活口 沒辦法的 所以為了經濟的一個問題 他沒辦法做得到 也不能為了任性 更重要的是 他不能辜負自己 受到儒家教學的一種影響 來服務大眾 投身在政治社會之中 一看到宋人那種精神 有人說了 宋代精神最後見證在一個人身上 那是文天祥 文天祥 文天祥剛考上進世的時候 多義氣風發 他沒想到 每幾年國家都敗亡了 所以他就一步融資 回家裡面 周而相擁 一個叫秦王 但文天祥是屢戰屢敗 沒有打過勝仗 可是史書也激怒他了 但這個人好像戰狼一樣 是打不死的 屢戰屢敗 就是屢敗屢戰 最後是被人關進大牢 寫出正記歌 在正記歌裡面 他事實連前代的一些人物 每個人都都在艱難 都能夠克服萬難 能夠堅持理想 能夠做下去的 那自己有如何呢 能夠比不上他們 一個一個讀下去 他就擴然開朗 這是文化精神最重要的一頁 因由中的韌性 中一個文人 他還是做到最後 這樣一種表現的 所以詞合上不是 呈現的一種精神 在很表面的一種 很負面的悲傷的情緒之中 還此刻保持一種 不渝的情懷 那就是我們所說的 因由中的韌性 東波的詞 家宣的詞 或者重要的是 劉勇的詞 都相對就呈現出這種精神 那是宋人的精神 我們說我們的社會 國在也一樣 如果你相信流行歌曲 還依舊存在的話 起碼人還有希望在 還希望情感得到撫慰 能夠表達互相慰藉 那些中華詞很微弱的力量 還是值得我們去珍惜的 那種詞 我們看到 宋代文學裡面 為什麼有宋詞來代表的象徵 而在箭裡面 當然中波是一個 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人物 因為他用詞裡面見證的這一點 他的詞就是貼近他的情懷的部分 他不為人知的 很哀傷的 我們很常看到 在表面上 東波是一個幽默風趣 很有勇氣的 很能夠去面對強權的 不妥協的一個文人 但東波在詞中會落淚 會感傷 幾乎痛不欲生 還有人生虛妄 人生如夢的感嘆 這才是真實的人生 我們從裡面看到 但是他沒有 因此妥協 他一個一個在裡面對 從承擔 紓解 就表達一種擴達的精神 然後到一個更高遠的人生意境 我們看到 世俗東波的詞 從杭州到海南島 他的發展的歷程 當然他不只有詞 還有詩的一種參照 所以產生不同的力量 那有關東波詞本身 我們會就仔細 根據他一首一首詞 跟他去介紹 在文學史中 對東波詞當然有些批評 覺得這個詞人不純粹 要是我們就論斷一個人 純粹就很愛事的 你本來是讀理科的 為什麼還有考人的管理學院 因為數學好 就轉到那邊去 你不純粹 所以人覺得好像鬧過界一樣 而東波就是 他從文學界裡面 對他是肯定的 起碼他文學的教義 其實我們是有目共睹 但在思想界 對東波就很多批評了 覺得他非儒非道非佛 但你從角度來說 他是亦儒亦佛亦道 但是我們就是 不能從一個純的全人的角度看他 所以從儒家的一個立場來 覺得東波是一個雜家 他不純粹 因為參加很多的佛理思想 而從道家的角度來說 這個人開始六根不親近 還介入政治太深了 佛在跟著的時候 他沒有看破紅塵 東波臨終之前 他的朋友勸他 理念阿彌陀佛 只會帶你到極樂世界 東波就用微弱的語氣 跟他朋友說 他說 用力走不好 人不能勉強自己 東波就是不相信這個 但他沒有佛心也很難說 對不對 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如果東波不是神經錯亂的話 他的心可以從時容納 如是道三大精神在裡面 彼此不打架 而且不會產生很大的錯亂的話 證明這三者有他交集相容的地方 在一個生命體裡面 為什麼我們不從裡面去體會到這種精神呢 東波曾經跟朋友去討論 所謂的道學的問題 朋友就勸他 你搞學問的又純正一點 東波就舉個例子 跟他去嗆聲 他說 你最終的學問言心言性 好像最終龍肉一樣 可慾不可求 龍肉很美 吃得好像你長生不老 但誰能吃個龍肉 他說呢 與其吃龍肉 我不如吃豬肉 所以東波的人生哲學 叫豬肉文學 豬肉人生 中央炸連物圍 但你可以提升更高的境界 所以現在不是吃很美味的東波肉嗎 中央在窮困之時煮個東波肉 還是可以讓自己覺得滿意的 並不因此推堂 把肉煮得很腐爛 很不足齒的 不是這樣的 所以這裏面有很多的 但這裏面我們從法面來講 東波對文體的挑戰 或者一種越界的打破文體的一個觀念 也許是我們重新思考一些問題的 這文字史上一定有一個標題說 東波的詞是變體不純正 因為他不如劉勇 也不如周邦彥 其實是音樂家出身 東波也曾經說過他不懂音樂 不大懂音樂 那是他也不會演 所以評論就是說 東波就是這個人就是繞過街了 就是以詩為詞 他用詩的手法 詩的技巧注入詞的創作 因此他不純粹 但是成績何時 當音樂不見之後 反而東波的文學更有不朽的生命力 因為他是借出了文學的核心的部分 不依賴音樂而生存的 那是很特殊的 但這裡面你說東波完全不懂音樂 也不是 只是壯腹不為 不願意花功夫在其中而已 所以這裡面有幾個論題 因為他以詩為詞 所以東波認為他的詞不詞 他的詞不只是純粹的詞 所以有些人對他也是負面的評價 但是中央詞對他有批評 但是也不由得不讚美東波的 他的詞的意境畢竟是很高 當你讀到煉如焦 動到定峰波 動到勇欲樂這些詞的時候 你就嘆為觀止 而且詞沒有的一種生命的探索 生命的思考 所以這裡面你說它不是詞嗎 東波也不是 也許東波在裡面讓我們去思考了 但有問題 如果我們說完全配合音樂就是好的歌詞 那就糟糕了 難道合音樂就是好的文字嗎 未必的 如果我們說了 你學了一首很好的評则格律 你以為填上去評则格律合作是好詩嗎 很多方向的人以為寫了一首好詩 你實際上評则格律都對了 你很合覆格律的形式 但是就沒有詩位 你不能取其 有時候是在神不在貌 你掌握的精神更重要的 其實東波就讓我們去挑戰 也許不完全符合音樂 可是不完全違背音樂的特質 反而讓我們去思考 如果拋開音樂的外在形式 有沒有一種核心的精神 所以詞必須具備的 東波其實就是要挑戰這個電影 來探索這種可能性 以為我們讀下去的話 東波其實沒有違背 以為我們從時空的論點來講的話 東波還是扣緊這個話題 用得相應於音樂文學的傳達方式 裡面表達出來 跟他的詩還是不一樣的 東波沒有亂提 你讀他的詩跟讀他的詩 真的是不一樣的 也許他不可能唱起來 一字一句都吭槍好聽 但是他沒有完全違背 他是把他拉到一個距離 回過頭來來印象出文體的基本特質 所以他不詞也很難講 所以東波的詞情不情 因為過去習慣了 從花間詞到劉勇的詞 我們學到詞嚴謹寫景 不外乎亭台樓閣 嚴謹不外乎商村願別 東波不寫亭台樓閣 寫了遊山玩水 天空月夜下雨 對不對 那寫的情也不只有男女之情 更多是男生與男生之間的朋友之間的互動 兄弟之情 那是以前詞人從沒有過的 你說他只距離在男女之情的話 你就太少看東波了 反而他拉大一個寫作的範圍 讓我們探索情的本質是什麼 這一點呢 我們覺得有值得我們重新思考的 但是樂不願意 他不合音樂 覺得他值得不能唱 不能唱 當時也許是他的缺失的 可是人還是很喜歡的 在南宋的時候 南宋初年 東波的文學大部分被查禁 後來解放之後 很多家家戶都學東波文 欣賞東波詩詞的 有些筆記小說的記錄 當時在杭州 也有所謂流行歌曲的排行榜 一直從宋代到元代都有 在很多的一個筆記小說裡面記錄 當然大家最喜歡唱的還是劉勇的 尤其他的《雨淋淋》 《天下的名曲》 如果我們找一首 全世界最糗的流行音樂的話 就是劉勇的《雨淋淋》 從北宋的宋人中年代 一直到明清一直都被傳唱 沒有停止過 而且都是冠軍排行榜的 第一名的歌曲 而第二名 往往都是選的是 蘇東波的《念如教》 因為東波真的是不合音樂 但人還是喜歡唱它 因為唱著《荒腔酒吧》 才覺得壯闊胸懷 一揚頓挫 很好聽 很動人 所以大家都喜愛 所以這點就很難說了 但《東波仔》這裏面 要我們了解到 文體沒有固定的一個規範模式 能不能夠適當它最大的可能性 回過頭來才了解文體的基本特質 還有一點就是 很多文人都把詞變成一種 少到默契 偷偷摸摸的 但以前在《花金池》裡面有個 有何寧的宰相 他的宰相之後 他吩咐他的下人 把他以前填的小字 就焚毀掉 因為有失身份 因為我們的士大夫 不能隨便唱卡拉OK唱歌一樣 用給人拍的照片 哇不得了了 好汗顏 為什麼到這個地方去 那到陸尤也是 陸尤後來老年的時候 也曾經把他以前的哨作 詞片 要把它焚毀掉的 又覺得這個東西太不入流了 但對東坡來說不是的 東坡從沒有把詞 當中小到默契 他很認真去寫作 還跟他的朋友 他的長官去分享 所以文體的大小 不是由他好像是命定的 是人怎麼看待他 東坡認為他重要就是重要 後來文人 他的弟弟也受他音樂 也跟他唱歌的 他的朋友也一樣 所以文體沒有什麼大小之分 主要是你的心的問題 也不把它幫一種顧忌 你就可以突破這個樊離 突破人生的很多的規範 所以東坡在一些詞的創作裡面 來釋放出一種文體的真正的一種本質 跟人的生命的關聯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面 我們讀到東坡文學詞裡面 很重要的一環 但我剛才講到的一種自由的精神 在東坡詞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部分 有關東坡詞的一個創作 當然我們要先了解一個詞的特質 下面我們就回到東坡本身 東坡是怎麼一個作家 為什麼會填詞 那如果我們說了 詞有些文言創作 必須要到這個 對於時空有很深的感傷的時期 才會開始的 比如說 上帝後族 這樣在早期裡面 有感傷時空的變化 或者亡國的時候 對比心的生活越強的話 執行的越深刻 所以當我們一生都平平順 沒什麼變化的時候 大概很難會湧起這份情懷 但當我們開始 生活有個轉折了 改變環境 無法適應 或者突然之間 家道中落 國破家亡 所以這個相對的情境的 那個張力越強 你的詞情的越深 所以李後主 李清照 他們會作為詞人 也不會是例外 因為生命經驗所造成的 自然就會成為越詞人 所以詞就需要一種 相對的情懷的一種對撞 一方面你很想保有自己的情懷 一方面眼睜睜看著你無法保留得住 隨時的變化 但是屠夫奈何 東坡何嘗不是 改善到時空的變化 從這個意識開始 東坡詞就開始產生了 什麼時候開始 我們就開始要說 東坡成長的前端的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本身就延伸到 我們下面有當東坡杭州詞的一個起源 在留學東坡這個人物 我覺得有幾點很重要的 跟大家去介紹的 我給大家講義有一份東坡策影 我想從東坡的一些小故事開始 了解到他的詞情的一個來由 以及他詞表達的一些特質 我覺得是有必要的 為什麼東坡不是一個傷感的情人 一個詞人 是掉入情緒的詞人 因為他是有人生的責任感 從他的家庭會影響他的一個背景 然後影響他的詞的創作 我們對人物的了解其實並不太深 因為第一 我們的小說的創作不夠好 除了大家會看到 林雨棠的東坡傳之外 後來寫的傳記都是有版有言 寫得都很充實的 但是不動人 張力不夠 心理分析也不強 比起西方我們的確的人物書寫上面 是有些欠缺的 因為沒有很好的小說了 也沒有很好的劇本 因此我們的電影拍不出好的人物傳記 我們大陸到現在都是這樣 拍不出來一個很立體的人物 裡面的掙扎 掙扎到人物的一個穿插 如果碰到一個人物個性 我們做不來 做期盼 當然有一天的人 願意拍一個東坡的電影 當然雖然有一本很好的東坡的小說 但怎麼去瞭解東坡呢 我心中有幾個畫面的 如果要我來主導的話 我覺得有幾個片段可以注意的 一個就是東坡晚年被扁到海南島 在很淒涼的歲月 東坡如何呢 很堅定地走下去 然後活活地回來 我們呢 進到從那裡開始 當東坡坐上船 應該可以洩免他回到中原去的 當經過一段颱風之後 東坡他站在船頭上面 看到煙霧散開 青山一髮石中原 他的眼睛就看到了中原一帶 他多麼期盼能夠趕快 船回到中原故地 跟他弟弟相處 然後呢跟他的子孫在一起 再興再奔 盡頭就開始運作了 很快速的盡頭 一直從東坡的眼睛掃過去 從海域到山林 之後翻山越嶺到了四川 在山坡上面呢 有兩個小朋友在草地上滾下來 故事從這裡開始 兩兄弟 一個是蘇東坡 一個是蘇紫游 現在我們稱為蘇氏 他的名字 他的字叫子瞻 他的弟弟叫蘇徹 叫子游 其實他的名字齊 齊得是比較晚的 這裡不得不講到一個小故事 他的爸爸叫蘇循 我們讀《山字經》都讀過 蘇循到27歲 才發分用功 對不對 那蘇循也是 他的個性就很不穩定 取了七之後 他就拋棄契約一樣的 出去遊學 很不顧家人 東坡等到他差不多10歲以後 他爸爸才從遠處遊學回來 我們也會注意一個畫面 但一個風塵樸樸的蘇巡 在外面多虛意 他不願意考試 其實他也很不敢面對考試 因此就找很多理由來 我不要考試 考試不與我無功 因此就拒絕考試 但事實上心中是很多疙瘩的 他的松掌都是很順利考上試 那些地方有些名望 而自己這一家呢 每個人都看著他了 一輩子不知道幹嘛 遊山玩水遊手好閒 什麼都不做 但他好了 帶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家裡面 一推開門 也許扮演那個男人的一種氣息吧 一個就是忽前忽後 有兩個小孩子來見見我 多年沒看到蘇東坡 看到他的蘇東坡的弟弟了 兩個小孩子走到父親的面前 不知道如何是好 跟父親親密又陌生 不知道是什麼人 好嚴厲 以後他們拿出功課來 爸爸最麻煩的是 一個是功課有沒有做好 一個叫東坡的把他的屏障的作業拿給他爸爸看 我會想想一個畫面 但蘇東坡一讀 讀到東坡的文章 終然十來歲的小朋友 還要讀到蘇子游的文章 我相信他心中 一方面很激怒 一方面很驚喜 為什麼小孩子寫的文章那麼好 如獲至寶 第二天二話不說 帶著兩個小孩子去沉重找好老師 幫他們補習的 東坡的一生就開始改變 在父親介入他的一個教學 從某個角度來講 事實上人格的成長 對於東坡來說 相對於文人是比較健全一點的 我自己當父親知道 當小孩子出生的時候 我因為讀中文系 很想小孩子看看中國的一些文獻 買了好多的同盟的書給他看 什麼青字文 什麼幼學叢林 我自己先看過過欄過之後 買了十幾次 我通通知之高格真的把他丟掉 不能看這些東西 學習什麼東西 中小人意 不是不好的 但見了照的方式 對小孩子是有害處的 你想想看 一個以前中國的小朋友 怎麼學習的 當你家中難得出現的男生 當你會走路開始 罵爸爸一定要你們遠離婦女 你們不能親近母親 最後趕快 就會走路以後 趕快就把他抽離 跟女生的世界 跟男生在一起 只有看有人講話 就送到私塾裡面讀書 所以基本上 很多中國的小孩子出生 尤其現在名望出生的一個小朋友 都有一個被閹割了的童年 沒有享受過童年的 無法跟女性親近 跟媽媽的親近在一起 所以人格成長上是有傷害的 《紅樓夢》裡面抓周的故事 對不對 跟賈寶玉、賈正妖 他去抓著寶的時候 我會賈正 賈真的真的是賈正經 如果你要小孩子符合理想的話 你最好在每個角落都放一本書 他抓來抓去都是禁止止籍 反而你都滿意 小孩子如此可教也 你偏偏放一個醃製寶盒給他抓 當然小孩子喜歡玩那個東西 我會厭惡他、討厭他 看著小孩子多可憐 好了 但是小孩子在這個成長之中 四、五歲就失俗 十五、六歲考相識 然後不久了就父親考試 考試順利也罷了 人生有出路 但有考試不順利的時候 我們上次說 男生的遺跡不出來 女性的淚再出來了 開始可能流連在各樓走私裡面 不願意回故鄉 因為愧對家人 所以中國文學裡面 為什麼出現那麼多陰游的意象 寫天文物理 喜歡寫月亮 山川水色 喜歡寫花朵 寫寫閨願 寫鄉愁 這些都是陰性的意象 但那個文人 寫家婦有受了挫折 這些東西一一都會出來的 但是相對 你看東波世界上是不一樣的 它比較的比較均衡 關鍵在哪裡 它有一個相對快樂的童年 為什麼快樂的童年 由於有一個不負責任的父親 爸爸沒管他的童年了 東波小時候是跟著媽媽成長 等到差不多小學 十歲以後了 已經有個能力了 他才八百接手來教導他 因此相對 他有個快樂的童年 所以東波的情 所謂多情的情 是從年裡面孕育出來的 好好過跟弟弟一起的快樂童年生活 而且跟著媽媽 貼近媽媽的身體 貼近媽媽的愛護裡面去成長 獲得人間的一種信任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看到 其他文人很難得有像東波這樣 有個相對快樂 而且天真的童年 會影響他的人格成長 等一下我們要走 回到這個地方看看 他父母的期許 東波就如何自我要求 這個是貫穿他一生的 不只是他的詩 他的詞同樣有這種情懷 剛剛講到書巡回到家 然後看到兩個小孩 他的正式為兩個小孩命名 當然他是觀察兩個人的個性 也讀過他們的文字 然後就了解他們的特徵 沒想到這兩個名字的取用 真的蠻符合東波兩兄弟的未來的命運的 他們這一輩 書巡他們兄弟都是用水之旁來取名 而下一輩就車之旁 書巡很喜歡孟子 也希望這個小孩子像孟子一樣 有一種如者仁義之心 但也了解他的個性的一些缺陷 所以在東波大概十歲左右 兩兄弟就被爸爸取個名字了 所以當然有名字就會出來的 我們簡單看看明兒子說 我簡單說了 他是說 為什麼書巡 長子命名為巡 叫巡呢 那個巡使 我們以前坐馬車 它指的是車前的一個橫幕 一個橫桿 如果你要騎馬車的話 一個人駕著馬車 你必須要手扶著馬車的橫桿 你才能安穩的 有沒有一個橫桿的話 你很難 所以一個大家可能不知道 孟子的名字叫做孟柯 也是從車去旁 柯跟士的意思很接近的 都是車的一個橫幕 所以我覺得他取東波的名字為士 當然不好意思叫蘇柯 對不對 所以用一個相等的意義 來取一個蘇士 好 車前的橫幕 所以他介紹了 他說如果是一個車子來講的話 他說輪符蓋枕皆有知乎居 而是獨若無所為者 他介紹了如果從一個車來講的話 最重要的就是車輪 車輪沒有輪子怎麼成車呢 而且車蓋沒有蓋的話 你走起來就不方便 還有車子的那個幅 車輪裡面的一個橫條 還有的是車後的橫幕 都是架構整個車裡面的 四個重要的一個部分 他們都是對車來講 都各有用途 而唯獨士這個東西 他說了好像卻不上其他的部分 好像有特別的一個作用 但是他說不過雖然 在文言文來說 雖然不是我們那些雖然 雖然就是不過可是的意思 不過去世 但如果一個車子 沒有切成的橫幕的話 叫無間為奇為玩具也 就不是成為一個完整的車子的 他也相對於沒有前面世界那麼重要 但還是構成車裡面是重要的 如果人在國家來說 你說你沒有你嗎 也許是還可以 但是有了你更好更完整 你搬你這個角色 不過他說似乎無懼儒就不外視野 就擔心你了 因為他的車子的橫幕 就怕你就是太張揚了 不在意修飾 以後可能有祸患 其實蘇巡已經很早已經看到東波有個個性 他就好像站在車子的橫幕 為什麼 車子的橫幕 是給一個人駕車的時候扶手的 站在車上就可以高瞻遠足 所以為什麼他的名字叫蘇 他的名叫氏 字叫紫瞻 站著是瞻望遠處 你不登上車 不抓著橫幕 你看不到前面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就是最醒目的地方 你不加收拾的話 那以後會帶來祸患 因為你會重來重視之敵 東波的個性就是 有一些時候好發議論 太多批評意見 太過不收拾了 因此產生很多的批評 他的父親已經看到這些點 高瞻遠足 東波的個性就是很衝 好像扎著馬切就一直往前去了 因為他有張看未來 他是往前看的 老天好像有意安排的 有這位兄長 如果他只有一個人的話 那糟糕 好像李白一樣 對不對 他偏偏呢 做一個平衡 他多了一個弟弟 三年之後呢 他弟弟出生了 那父親呢 有位弟弟取名呢 叫蘇赤 他怎麼講呢 他說天上這句啊 莫不由赤 赤不是車子的部分 但是呢 所有的車都要走軌道的 依著軌道而前進的 車就是車軌 你以前呢 在戰國時候呢 車不同軌 因為車就不通了 所以呢 有些城門比較寬的 大車就進不去 而城門就比較 更窄的就很難溝通 所以秦始皇呢 就要統一天下 就把每個車的一個呢 車軌的一個軌跡 都有相等 但那個車啊 走過之後 走到路上 就壓出一個軌道出來 所以使得後人 會依循你走到一個 要去的地方 除非你故意害人 在懸崖的壞個車軌 然後衝下去 不然的話 有軌是最好的 最有保障的一個走法 做第一個最不好 只有那個車 如果壓得越來越深 代表那條路呢 很多車走過 你都可以通了 所以很多到大都市的車軌 特別壓得深的 那是車 所以他說了 而言車是功者 車不語言 但他就車的功能來講呢 車大概沒有功能的 它不是車的部分 但是呢 沒有一個車不由車 車不由車 所以啊 不過呢 車不馬必 而患不及車 但如果你不義鬼兜來講的話 車可能會翻腹 馬會因此受傷死亡 那就很麻煩了 所以要守規矩 弟弟相對是一個 比較安定 穩當的人 東方很愛衝 但那弟弟呢 就比較守規矩 所以他說了 善處乎或福之間也 車乎無之免也 他知道他的這個小小孩 第二個小孩 是能夠呢 很平衡得當的 他認為呢 他很守規矩 知道他能夠免於或歡 果然東坡呢 一輩子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親人 就是他的弟弟 那我們讀東坡的詩詞裡面 都會看到這個部分 東坡也有詞 尤其你讀到水流 歌頭等等 都寫給他弟弟的 東坡為什麼 剛開始呢 他欲言又止 很不想給弟弟知道他甜詞 又有些小道墨跡 很不堪 到最後他願意跟弟弟分享的時候 寫出水流 歌頭間的歌詞出來 所以這兩兄弟的成長裡面呢 是要扮演非常重要的平衡角色的 我們會看到東坡在詞裡面 詩也一樣 只要他有很多負面的情緒 想到用詞 用詩來表達 來給他的弟弟的時候 他會調整他的心情 如果你愛一個人 你關心他 你就不至於讓他跟你一起受傷 東坡就是這樣的人 很妥貼 所以只要他喚起跟弟弟的記憶 或者寫起弟弟的詩詞裡面 他一定要調整自己的情緒 所以東坡的詞不至於走到極端 只要寫給弟弟的詞詞 他會把理性套出來的 做一番處理 讓他弟弟因這樣的改變 而得以放心 所以弟弟扮演一個 讓他可以平衡的一個角色 東坡是不至於自己 泛濫無根 無所一半的 自己東坡在人格生命成長中 很重要的一份力量的 弟弟對他的生命的重要性 以後我們會講到 兩兄弟的情緒是相當動人的 東坡一輩子是相當 也許家無定處 自從他離開家山之後 兄弟的認官是三年起碼 三年一掉 甚至有一時候不到兩年 就把你調走了 居無定所 但最後東坡了解到 也許人無法選擇的地方 但情感永遠都會在一起 只要有弟弟的地方 有情感的一半 就是他的歸宿 東坡能夠安然去海南島 因為他跟他弟弟 有一份很深厚的情 他跟他弟弟約定 我一定要活著回來跟你見面 這是很重要的力量 但最後東坡居然回來之後 他在旅途中 沒有急著跟弟弟見面 這點很值得我們去探索的 為什麼明明知道 又活著回來 又跟弟弟 為什麼在最後一年 臨死之前 連弟弟也不立刻跑過來 跟他哥哥 見他臨終的一面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東坡已經做好很好的準備 自從他登船到海南島當下 他已經跟他弟弟 做了最後的告別 已經了無遺憾了 已經告別過了 無需要再掩飾 這是一種很微妙的力量 以後我們也會談到這個部分 這是一點 父親對小孩子的一個期許 他的名字好像一個落印一樣 東坡居然一個舒適 這個名字 父親的期許 他真的很認真 希望能夠高瞻遠足 不復父母的期許 但沒想到這個紙簪 這個舒適的名號 會帶來那麼多的禍換 到了海 到了他被變黃舟的時候 東坡就自己自作主張了 為自己取一個號 叫東坡 他要做他自己 內在的自己 剛開始是見山是山 舒適是人給他的一種期待 當時是真的他自己 這時候是身不由己的 但有一天這個東西 都帶來那麼大的禍換 就殺掉他的生命之後 他開始認真思考了 我是誰 所以在黃舟時期 東坡偉記取了名字 這個號叫東坡居士 那時候叫見山不是山 他要把舒適忘掉了 不要再介入政治那麼深 讓他家人受累 當他再回到朝廷的時候 他就恢復舒適的名號了 因為他正式要辦理漢林大學時 要從政了 可是那個時候 那個東坡的號 跟他的名字合為一體的 那是見山又是山的階段 我們看到名號的一個 對人的一種生命的意義 在東坡裡面尤其顯著 以後我們又看到 對東坡的號的一個呼喚 就知道他如何 把兩者本來分離 就結合在一起了 一個隱居的自己 跟一個從又舒適的自己 事實上是可以混為一體的 並不妨礙 陶淵民可以住在你的生命裡面 不一定要選擇要隱居的 你只要自己不同流合物 能夠清心寡欲 能夠做你自己就對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好了 另外我們看第二個段落 我們既然很簡單 大家去介紹這些片段 在人格成長上 當然母親也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們研究宋代的文化 宋代的歷史 宋代的人物 有些時候會忘掉了一環的 就是母教母親的教育 在他生命成長中扮演的一個角色 如果我們翻開宋代的歷史 會有很多關於母親跟小孩子的故事 你看歐陽修 他爸爸去世之後 媽媽如何撫養他 用他蘆維草 教他蘆維草寫字 對不對 蘇隆坡也有同樣的母親 帶他讀書的故事 其他更多了 就讓五人吧 像武將岳飛 也知道媽媽如何去教導他 在他背上寫上那幾個字 所以大家忘掉了 在人格成長上裡面 宋代的父親當然很重要 但母親更有一種 穩定他性上的一種重要的 一個支柱的力量 宋文明有一個 我們往往忽略這一環 宋代以文立國 當然也拋武將來善政 文人也要多手防範 那一方面呢 宋代做教育 而教育不只只有男生有機會受教育 到一些士大夫裡面 找一些知書打理的女性到宮殿裡面去 所以宋代基本上很少外戚亂政 往往王太后 曾經從仁宗以後 從神宗 浙宗 徽宗 皇帝都是太皇太后附贈 沒有亂政過 也就是女生扮演社會很重要的一種力量 而且這裡面呢 東坡經常在這個氛圍裡面成長 所以我們講 多麼的多情的一個成分 必須要注意到這一點的 母親在他心中的一個教室 我們剛才想過了 他母親生了小孩之後 一兒再二三 兩三個小孩都去世的話 你看多麼的悲痛 後來他母親就很信佛教 宋東坡也受到佛教的一種思想的熏陶 也受到媽媽的教育 那這裡面有個故事 那蘇東坡後來是因為新宗黨黨征 到蔡經他們當政的時候 把東坡就列為黨人盃 一百多人 我們說一百多個好漢 列在一個黨人盃上 司馬光為首 第二個的蘇東坡 就說了 就在邊境的四個城門 都立著一個盃文 從此之後 這些人的後代都不能到京城去 就斷絕他們的仕途之路了 那是最殘酷的一個懲罰 甚至有人還主張要鞭尸 司馬光的屍體挖出來鞭尸 幸好皇帝宋慧忠哲忠他們不做這樣的想法 不然就不得了了 在這個過程中東坡去世了 大家都不敢多說話 因為他是頭號的一個政敵 可是他弟弟二話不說 就幫他寫他最後木志明 我們現在看到宋史的對東坡的紀錄 主要根據是東坡的弟弟的第一手資料 是他的木志明記錄下來的 在木志明的第一段開宗民意 就寫了這個內容 他是介紹東坡 他的哥哥是什麼出身的 就是媽媽給他的教育 這點對東坡是永不忘記的 兩兄弟當然都是一樣的成長 他是說了公生十年了 而仙君換學而四方 好了這個公就是蘇隆坡 他十歲的時候 他的爸爸仙君就換學 遊學著四方 就不回來了 一個不愛家的人 不回家的人怎麼辦 所以就把教育責任 交給他媽媽 而太夫人親受已數 太夫人指東坡的媽媽成太夫人 東坡一生裡面有幾個重要的女性 第一個就是她的媽媽 陳夫人 陳夫人她也是受過教育的 她爸爸也是相公盡視 所以嫁給蘇隋 只能扶養女 可是當爸爸不在的話 她只能肩負起小孩子的教育工作 她說叫什麼親受已數 但不是要她看了我們的小學課本 媽媽是由她讀史傳 讀的是什麼 主要一本書叫厚漢書 所以她心受已數 文了古今成敗 哲人與其要 太夫人常讀東漢史詩方般中 凱然太喜 公事策略 視若為胖 夫人亦許之否乎 太夫人曰 如人為胖 無故不能為胖母 也公義奮力有當事之 這寫出東波一生 如何受到媽媽的影響 媽媽就是要介紹她去讀歷史故事 從裡面學習人的一種進退 出處的一種抉擇 東波每次都能夠聽得清楚 媽媽問什麼問題 她能夠掌握大藥的 有一些是讀到東漢史 東漢史的後漢書 我們讀中文系都知道 史記比較好讀 後漢書很難讀 很多典故不容易讀 她媽媽那個時候 沒有白話翻譯本 她媽媽是看原文來教她的小孩 你可以看到她媽媽的知識水準 應該是蠻高的 然後再講給她聽 我讀她放盤的傳記 放盤是東漢時期 一個地方的有為的青年 很孝順父母 後來被推舉為座官 但是當時有所謂的 宦官外戚亂政 這些年輕人就奮不顧身 就聲援朝廷的一些大臣 來討伐這些宦官 但沒想到最後那些宦官和外戚 聯合起來 产生東漢所謂有名的擋戶之禍 千年慎重 而放盤就被治罪了 但是朝廷已經發上命令 由當時的渡游 地方的一個長官 又擎拿了 抓拿這個放盤 就送到朝廷去的 當然渡游不願意這樣做 就勸放盤的 你不要在那邊了 後來憲令也願意掛起他的一個官袍 要帶著放盤逃走的 但放盤認為萬萬不可 如果他真的潛逃的話 也牽連他的家人 也連累了一個宦官 因此他就不做慈祥 因此他只能從容周矣 臨去之前就跪拜他的母親 他母親就撫慰他了 你能夠跟朝廷那些有名望的人在一起的話 那也死不足 你就是我的最好的兒子 起碼你還有一個兄弟可以照顧我 就願意把小孩子也送出去 所以這裡面 東坡就讀了一個傳記 媽媽就很感嘆了 這個母親究竟要不要讓這些小孩子做這件事情 要不要還是勸他潛逃 保住一命 媽媽也不知道怎麼辦 而當時孫墨在旁邊跟媽媽說 如果我願意做犯判 不曉得媽媽的有為如何 沒想到媽媽回答他了 如果你願意做犯判 難道我不能做犯判的母親嗎 所以東坡有了這份教育 知道媽媽對他的期許 他以後做事 他知道就義無反顧 做他單位的事情 在後患書裡面怎麼形容犯判呢 我要引一段又畫下來的 就第一段的最後兩句 凡判這個人判 登居難配 看人又曾經天下之志 登居難配 登的馬車 難配拿著馬將 扶著什麼 就是死 就是車前的橫木 所以我沒想到 范判的這樣的描述 如同富和東坡的名字一樣的 他就要做這樣的一個人 他媽媽就對他這種期許 不曉得媽媽就是在東坡考試的時候去世 萬一他媽媽還活著 最後看到他兒子因為烏台失爛 就差點被殺頭在扁關 不曉得如何是好 會不會悔不當初 不曉得但那個故事不能改寫 但媽媽就是這樣 當時這樣鼓勵他小孩子 你應該為所當為的 我也支持你 東坡也因為有母親的支持 我就應該這樣做下去 但這個是 畢竟是你的骨肉 幸好媽媽早去世 萬一媽媽看到兒子受到這樣的折磨 煎熬的話 真的不曉得當年的教育是對還是不對 從另一個角度是想像的 這是東坡經營他一生裡面很重要 所以他的子裡說會悲傷嗎 他不會真的跌到谷底的 一方面有兄弟支持他 互相平衡 一方面有父母對他的期許 他自我的期待 自我的要求 因此他會自己自我調整 所以東坡的詞我們一方面看到悲傷的一個成分 當然隨時看到他自我調整的機制 因為他就是 這個好像他的DNA一樣 從他的父母 一直到他的兄弟 都是一體的 我們看到他的詞 同樣看到一種堅強的韌力 一種韌性 就在這個基礎裡 好 在填詞來講 東坡我們的故事太多了 以後我們會分門別類 根據他的旨意義去發揮 在這裏面 東坡曾經有一段話講過了 都跟旨有關的 他說 在蓬城的莫克徽西裡面說了 他旨詞常言 平生三不如人 他有三種事情不如人的 一個是著旗 下旗 一個是喝酒 一個是唱曲 我們從這裏面看到東坡的某種個性 這段話是真實講不知道 他會蠻能夠反映東坡的個性的 一個就是他不喜歡下旗 你說東坡真的不會下旗嗎 其實不是 壯腹不為也 有下旗有真勝敗 東坡不希望有這份激辛 要讓社政來陷害人 然後取得勝利 東坡就不喜歡 東坡曾經跟人下國旗說了 勝故欣然 敗亦可喜 下旗只是遊戲而已 何必那麼樣的著意呢 東坡就說他下旗不原 他願意放棄這種真正的功夫 但如果你說在圍棋界來想的話 東坡有一部棋是會利於不敗的 後來日本有個棋勝 就最會殺東坡棋 就是殺在對方的對位裡面 我就跟著你一個對位 一直跟你堅持下去 看你忍耐的能力有多強 這是很難殺的一個棋 就是會利於不敗 但我不求勝 那是東坡很聰明的地方 東坡是一個世界上不好勝 不希望在裡面造成人類的傷害的一個人 再來東坡不會喝酒 林宇棠的東坡傳 後來被翻譯為中文之後 我們的遠景出版社就找一個model來 扮演蘇隆坡 拿著一壺酒 拿這個拐杖來喝酒 我看到一個圖上的時候 我以為他是武俠少說的丐幫幫助 證明了畫畫的人無法了解 所以東坡事實上沒有這樣喝酒的 而且東坡很少喝酒 一等到了中晚年以後 政治上的創傷潛藏一兩杯 但是一兩杯他就醉了 東坡不會喝酒 但很會勸人喝酒 把人灌醉自己就無視了 後面有一段蘇東高寺東坡也說的 魚與飲酒終於不夠五合 五合就是一生的十分之一 就叫五合 很少很少 天下不能飲 無在於下者 他只跟著不喝酒 我喜歡東坡 其中一點就是東坡不會喝酒 因為我也不會喝酒 會想一個理由來 你看蘇大人都不會喝酒 我不喝酒也有理由吧 而中國文人裡面 第一個不會喝酒的是屈原 你知懂嗎 因為眾人皆罪我獨行 再來就是你只要檢閱了 有關屈原的他的離騷 他真正的創作那幾篇文章 事實上他很少談到喝酒的 沒有喝酒的意向 在離騷裡面只能吃吃花島 喝喝露水而已 他不喝酒 因為不喝酒 寵夢難解 只能投河自盡 第二個不會喝酒的是謝凌韻 我們說桃謝師 桃月明好喝酒 但謝凌韻不喝酒 謝凌韻不喝酒 有原因的 因為有肝病 不宜喝酒 而蘇東坡是個性的 他不喜歡喝酒 所以不喝酒證明說 一種理性 這裡是唐文化跟宋文化 有一個很大的差距 李白是唐文化的象徵人物 很會喝酒 每次一飲三百杯 但東坡不喝酒 東坡喜歡喝茶 宋代是茶的文化 平淡而有餘味 那是比較豐益的人生 比如成熟的人生意境 才會享受的 我讀東坡文書裡面 因此我們讀東坡世紀裡面 看到 萬一他起到喝酒 喝到大醉的話 一定是有問題的 不是因為酒好喝 可能真的悲從中來借酒交醜 所以這裡要注意的 他自己說他不大喝酒 第二第三點他說 他不會唱小曲 東坡也許他字簽吧 五音不全 所以 這個對他來說 填詞是最大的致命傷的 不會唱歌居然填詞 但東坡有挑戰的 他心象裡面 不足的地方 看到他的毅力 他的能耐 但因為不唱小曲 使得他的詞 不周旋在這種旋律當中 迷而忘返的 不單立的情緒裡面 這是他的一個比較聖人的地方 但東坡現在講得客氣 他說 我平生三不如人 這三個事情 在士大夫來說 都是微不足道的 言下之意就是 除此三者之外 你修賞聖過我 這是 其實很謙卑嗎 其實蠻自負的 對不對 我也不會喝酒 對不對 但也能代表什麼 對不對 那這些都跟詞有關 我們先記下來 以後我們解釋東坡詞的時候 這些都會跟大家去分享的 再來就說 好啊 東坡填詞的動因有兩個 我們有注意的 第一個我們先看看 看看 我們說 時間意識 是此裡面重要的課題 東坡什麼時候 特別對時間有 那麼大的焦慮 我剛才也講過了 當他 東坡就很不幸 在早年的生命裡面 每逢他有生命的轉機 有好運降臨的時候 他的家人都有一些祸患 那是很 對他的一生來說 是蠻悲傷的 東坡二十二歲 考生進士 弟弟十九歲 在宋代來說 算是很年輕 考生進士 但他兩兄弟 名動天下 然後呢 正在歡慶 兩個 搜尋也很高興 兩個小孩子 居然那麼出色 同榜進士 都在他們慶祝之餘 就借到家裡面的書信 傳來二號 就在他們考試的時間 他們的母親就去世了 我一直沒辦法忘記一個畫面 一家三個男生 由書巡帶著兩個小孩子 離家去附近考試 以前出來考試不容易 書巡還要問人借錢 去張芳萍那邊借點錢 然後去附近考試 還背負一些錢在 然後呢 在旅途裡面呢 經過數到 那些不好走的路 萬一三個人遭遇不測 一家的男丁就不在了 我們想想一個畫面 當蘇巡的太太 陳夫人 帶著兩個媳婦 站在門口 目送這三個男生離去的一個畫面 至今可待成醉意 當他回頭一轉身的話 媽媽就不在了 以上人多傷心 目送他們回去 能不能再見面 都是難預料 沒想到真的 東坡一附近考試 就從此見不了他的母親 我們從前面的故事看到 兩兄弟的成長過程中 都很連他們媽媽 沒想到就見不了 本來因為考上試了 書家可以光中耀足了 書巡也出一口子 一吐一口悶氣了 沒想到他的太太 東坡的母親 無法分享這份榮耀 這對他來說是很深的感傷 他們馬不停地回家就埋葬好母親 出來之後 他們就應付一個職格考試 那是很難考高等人員任用的資格 的職格考試 沒想到兩種的考上 但考上之後 接種而來就是面對什麼 教系與功 跟東坡相處二十三年的弟弟要分離 這個分離 大家都知道 以後的旅途上能重逢的詞語也不多 宋代的委任官員 基本上有一個基本原則 不會把你派到原來你生長的地方去認官的 怕你培去地方的勢力 而且三年有一調 不要讓你培養地方的一些人才來支援你 兩兄弟如果要認官 絕對不會在一個地方的 所以他們心裡有數 這一趟分別 以後能不能重逢真的難預料 這個時候東坡二十六歲 弟弟二十三歲 剛好的弟弟因為認官的事情出現一些差錯 無法立刻上任 由弟弟送哥哥到鄭州去 東坡就赴了陝西的奉上任官 在這裡面 東坡寫了一首分別的詩給他弟弟 就是後面那頁的 我們看的是後面那幾句 前面講到東坡離開了 看到弟弟目送他離去的傷心 但離去之後 東坡更深地感傷的 提出兩個很關鍵的一個詞語出來 這個時會註解東坡文學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他談到是什麼呢 他說 一知人生要有別當空 歲月去飄浮 寒凳相對既酬席 夜雨何時聽笑色 君知此意不可望 聖物苦愛高官職 他使得肺腑之夜 我們講過了東坡大一統之後 要離別真的令人很感傷 你翻開唐詩三百首 幾乎有一半以上都是送別的詩 眾人浪漫的瀟雜有禮白 寫得最動人的都是那幾首送別詩 可能離別對人是多大的感傷 因為能在路上重逢很難得 一分開之後此生難遇 東坡也知道 所以他自己有點到這一點了 當然弟弟這首詩也蠻感傷的 一知人生要有別 我居然果然我也知道了 本來是讀詩書裡面讀到別人的經驗 竟然就是自己的經驗了 之前面對母親的死別 建立了更沉重的生理之感 對東坡來說 在一些人世裡面 最親密的就是這個弟弟 太太才結婚沒幾年 但弟弟是相處 兩兄弟手足情深是二十三年之久 這樣就跟弟弟分別 所以我也知道人生終究有分別 東坡是為什麼那麼重視跟人的相處 只有在一起 東坡希望跟他們好好相處 但美到離別東坡都很感傷的 他的詩詞很多時候是從送別客席開始的 因為是受不了一份情緒 他的長官他的朋友寫了好多送別的詞 這是要跟他的詩詞相應的 但這個也罷了 離別是一個空間的距離難以克服 但東坡事實上最怕什麼 當恐歲月去飄湖 東坡這個人天不怕地不怕 但沒想到他最怕就是時間 掌握不了時間 最害怕什麼 時間飛快的過去 疏忽一見就抓不住了 短短的二十三年就這樣過去 從此之後難以再遇了 這是他最難忍受的 我們很難東坡用字很小心的 有些字不容易用 你翻開東坡的詩文字 那個孔字很少出現 但面對弟弟那邊 他第一次出現那個孔字 很恐慌 不是什麼詩號 有些宋伯的時候是十一月年底 東坡是十二月十九號出生的 這只是第一年他過生育 弟弟不在身邊 隆東之時一年有將近 更正在歲月漂浮的感傷 如果你讀懂這兩句呢 他只會解釋的 東坡後來的文學主題 尤其有關生命課題的主題 基本上都回繞著這兩句來說話的 人生有別歲月漂浮 你讀水柳歌頭煉乳膠 前後卻必負 通通都跟這個相關 所以東坡是其他重要的生命 要克服的一個難題 如何能夠掌握到時間 安定你的生命 不斷地學習 又回歸了你的生命的內在 所以我們看東坡詞 也從這裡開始了 東坡是從這個離別開始 這時寫在二十六歲 可是東坡的詞 延後十年就在創作 中間當然有很多因素 一個就是沒有寫作的環境 而且裡面還有更多悲痛的事情 因為三年在地方任官以後 回到朝廷 本來東坡考上智科 可能進世以後 人中皇帝曾經就考慮過 立刻拔走東坡在朝廷任官的 但是韓其當宰相 就勸人中的萬萬不可 亂了國家的一個正常任用的方式 因為你有這樣的去用東坡 立刻在朝廷 他不符合一般的官吏 你愛東坡反而是害他 成為人家的攻擊的對象 所以東坡必須在地方去歷練才能回來 所以東坡就很認真的 在地方做官 在奉祥比較偏僻的地方 這個時候重要有離別的情懷 他也沒有環境的寫作 等到回到朝廷以後 好了 三年之後二十九歲的東坡 回到朝廷 將近三十歲 當然二月回去 五月太太去世 隔年 爸爸也去世 中文寺汴京的繁華都市 哪來心情填詞 所以東坡的生命就這樣 一個大轉折 以為回到朝廷 人會到朝廷做官 沒想到回去 沒幾個月太太去世 等到爸爸也去世 第二年兩兄弟 才帶著爸爸跟太太的臨舟 就移回故鄉去 一出來的時候 王安是全面執政 東坡也掉入了政政當中 哪有心情在寫作 一直延宕到十年之後 被調到杭州開始 東坡池才起來的 所以我們看東坡的池的起端 我們從杭州開始 以後我們從杭州開始介紹 東坡池的一個內容 這是東坡池的一個動因 我們從時間的意識裡面去著手 了解到一個起點在這裡面 但這裡面隱藏了很多東西 比如說太太去世 東坡池寫得很簡單的一個 道練的文章之外 沒有其他事情談到對太太的思念 等到十年太太十年之後 去了密州東坡財回憶起這本情懷 重新梳理寫了他的有名的江城子 《十人生子兩茫茫》 有些事情我們剛才說了 當你的情緒當中 你寫不出來的 必須沉澱過後才在你梳理 可是當時梳理的時候 還是淚流不止 因為這本感傷是蠻悲痛的 而且是這個時候 哀悼太太的失去 不是一個個人的一種感傷 而太太代表什麼 她曾經有過的青春歲月 她的理想一併都隨她而去 這裡面帶著非常沉痛的一種悲感 我們看到東坡面對生離死別的一種哀痛 後來才又要重新面對 跟弟弟的一個離別 一年過後就寫著《水雕歌頭》 所以這些都有關聯的 但是東坡是延後才寫著 因為當時的心情 當時的環境 都不便於她用詞來表達 也許還沒有在悲痛中走出來 無法沉澱 因此寫不下去 所以我們就看到後面的一個發展 那下面我們要跟大家看了 另外一個東坡甜字的一個 跟重要的英由 那我給大家有一份 由東坡的蝶戀花彈起 請跟大家看看這首蝶戀花 這詞被編在東坡的編年的部分 其實東坡應該是比較中晚年之後 走在坊間的一首作品 他這樣寫 他說 花盾藏紅輕信小 燕子飛時 綠水人家繞 至上柳綿摧又少 天涯何處無芳草 牆裡秋千牆外刀 牆外行人 牆裡佳人笑 笑見不聞 聲見巧 多情卻被無情鬧 詞產生因為多情 隨意與無中生生出一本情懷 就不美地掉入一種傷感之中 詞情就先生化了 這裡有個小故事 據說這首詞 東坡仔旅途都寫了 後來東坡被扁到惠州去 在廣東的惠陽 而昭雲陪伴他 有一天東坡就命了 昭雲唱這首蝶戀花 而昭雲拿起琵琶來彈奏 唱到花褪殘紅之後 他走了淚滿意境 東坡問他緣故 他就回答說 所如所不能歌 是至上流眠 吹又少 天涯何處無芳草 你唱到一個觸動他心情的地方 他們被扁到那偏遠的地方 家回不去了 昭雲陪伴東坡來到這個地方 才是一種切身的感受 原來是遠在天涯海角 看到荒草依依 草色都是一樣的 但是就是不同 難怪讀到這兩句 唱到這兩句都難免感傷 而東坡就安慰他 哎呀那裡就不要唱了 就開個玩笑了 吾正悲愁 而如有商春意 我本來貝州想借你一首歌 來書結的 沒想到你 你越唱我越傷心 從此後來不久之後 昭雲去世 東坡就沒有再唱這首歌曲 這有這樣的故事 當我們仔細讀的時候 其實東坡也告訴我們 一些東西 詞情怎麼產生的 又認為你停頓流連回顧 所以詞的情懷最重要的是 認為人停頓下來 透過回憶 然後對照出來的 如果人不斷地馬不停地在旅途中 沒有什麼左思右想的想法的話 你不會產生磁情 因為每天都在工作繁忙 都在其中的時候 你不會有磁情產生的 關鍵就是你嫌得無聊 不斷地回憶往事 就會激起一份情緒 他這樣講 比如說 他說花盾殘紅 清性小 但是也都春夏之交了 自然的變化 本來是理所當然的 完了 花銀把剩餘的紅色都退掉了 這位春天已經張進 真的也結束了 而青色的性質慢慢長成了 夏天也降臨了 好了 這個是很自然的變化 但東坡的旅途中看到這個 到處走過一個村落 看什麼 燕子飛時 綠水人家要 看到一個綠水要的人家 燕子那邊很安心地飛翔 如果東坡一直都在旅途中 看到花盾殘紅 清性小 春去秋來 也許就這樣過去 摸摸過去了 這最怕的是什麼 你走到一個很安定安穩的村落 一種吃人相識的感覺 我們會對照一下的 想馬之元不曉得有天靜沙嗎 馬之元寫得更悲涼的 一走的是 固藤老樹婚鴨 小橋流水人家 他也寫到小橋流水人家 像東坡寫到綠水人家繞一樣 如果你一輩子走的路 都是固藤老樹婚鴨 固藤老樹婚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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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麻木的沒什麼感覺 最怕這個轉身 到了一個很安靜的村落去 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但畢竟你不是鬼人 是個過客 你不久就要離開的話 就會勾起更多的情緒 所以難怪 當馬之元走出 露水人家之後 結果就走到 孤島失意豐壽 剛剛你碰到夕陽西下 難怪會斷藏人在天涯 關鍵是因為你無緣無故 經過小橋流水人家 如果一輩子都是荒郊野外 那人都是這樣過去的 就算了 偏偏得到暫時的溫暖 但你疏忽就要離開 當然對焦的情緒就很激烈了 東坡何嘗不是 流水人家要 當然不經這個地方不能久留 當然走下去看到什麼 至上流棉催又小 流水越來翻飛越來越少了 流到被離別 流水生餘了也不多了 也把春天送走了 但天地就是什麼 天涯何處無芳草 到處長了芳草 何處無芳草 走來走去都一樣 但那條是不歸路 芳草印象是人生的長長的離恨 你看到它永遠都在面前 但是永遠走不近的一條路途 雜是回不去 難怪昭草印都在這兩區 就特別感傷 真的是很悲傷的一種經驗 他們已經離開杭州長州 一直到這個地方了 多遙遠 但這個也罷了 如果人不斷情境 時間就這樣退役 就這樣過去 但東坡卻在這裡 突然之間有個流連 為什麼 他聽到有人在當抽籤 有個女孩子在抽籤架上 哨聲傳出來的 下面寫一段 東坡本來也要離去 突然停頓下來 為什麼 一個笑聲吸引他了 牆裡抽籤 牆外道 隔著一道牆 東坡的聽到裡面傳來的一個笑聲 他就不由自主就停下來 我們會想像 東坡聽到笑聲的時候 如果當一般的鳥叫鋒鳴的聲音 要有過去 自然的聲來 偏偏一個笑聲在溝通他的情緒 我們會想像 東坡如果這個畫面的話 東坡在站在牆裡面 一方面聽到裡面的 實際一個女孩子的笑聲 也許就在他停頓的當下 他的記憶 想像 也可以說是 他翻越一個記憶的牆 回起他以前曾有的經驗 也許想到他在四川的家鄉 跟著弟弟在抽籤架上 當抽籤的歲月 或者跟他的前妻 在庭院裡面 當抽籤的美好歲月 這是沉醉其中的 那些是不由自主的 就這樣就聯想起來 自己也跟著這個笑聲 就笑起來了 他沒想到 畢竟是牆裡抽籤 牆外道 那個抽籤牆裡面的世界 好像是封閉的世界 女孩子經常享受的青春 好像是永遠都是享受的美好的歲月 但人行道上的人不能久留 你畢竟 也要一步一步要離開 時間把你推遠 東坡也沒辦法 永遠站在一個地方不變 好吧 後來等到什麼 笑見不聞 生見巧 女孩子當抽籤擋得累了 就從遠處慢慢地下來 然後笑聲不斷地收起來 就回到房間去 東坡也從笑聲裡面 本來跟著笑 一直聽下去 笑聲都沒有了 安靜起來了 他也回過神來 從過去的記憶回到現在來 才發現自己不曉得如何是好了 為什麼你突然間喚起一份記憶 如果沒有一份記憶多好 因為喚起記憶的時候 他開始煩惱了 最後寫出最後一句 多情卻被無情了 誰要你多情 女孩子當抽籤干你何事 自己無中生有了 喚起自己的情懷而已 對方根本不知道誰在偷聽他 他也過著他的生活 但是就是因為偷聽他 你過著這個人 變得情緒 所以人怨怪 但是相對自己多情 女孩子是無辜的 是無情的人 他也想出他的青春歲月 用笑聲 然後揮霍出來而已 但是自己卻被這份笑聲 引起自己的煩惱 自己覺得懊惱不已 但是我們以為女孩子的世界是不變的嗎 女孩子也許萬萬沒想到 她也不可能久留在她的牆內 終有一天她也走到人情道上 也像東坡一樣 有一天偶然也經過某個牆頭 聽過另外一個女孩子的笑聲 她也停留下來 而且周而復始永遠不會變的 現在我們坐在一個教室 聽著東坡詞 或者你回到你的房間 打開東坡詞 這好像一道牆 從裡面的滲透文字出來 刺激我們的想法了 也許你讀到十年三十年 也滿忙 東坡明明是她的愛妻的故事 你想起你自己的家人 你的小狗小貓 或者你的什麼事情 你的東坡何干呢 我們常常去跟東坡一樣 都有重要的動作 也許我們看連續劇 聽歌曲 成就在其中 連續唱作的人 他們說她的故事 可是我們在螢光幕 或者透過廣播 我們聽到的 想像的是自己的故事 我們都在做的同樣的故事 最後當音樂停止了 電影畫面結束了 我們同樣的掉入感傷 都同樣的悲嘆 因為都是東坡的同樣的結語說 多情卻被無勤了 誰要你多情 書本寫下來已經不甘作解的事了 是你自己偷看它的 你今天來學東坡詞 來聽東坡詞 而有一首感動的話 不是老師的緣故 也不是東坡的緣故 是你自己的問題 那這個是從某個角度來講 中間說多情因殺我早生化法 如果你真的喜歡東坡詞 真的為他獨自而感生的話 你可以很有自信心地說了 你也是一個多情的人 多情並不是一種罪惡 也不是如果我們想像的 那麼負面的 東坡從裡面能夠走出來 能成就不一樣的人生 你何嘗不可以呢 所以我希望這個課程 就是東坡詞這個詞 實際上會啟發我們很多的 它的詞情就會產生因為太過多情 很多的離別的故事 別人的故事聽來會看到的 會誘發不同的情懷 其實跟事況本身也許不相連 但是關鍵就是因為自己的緣故 但如果去處理別人的情感 也許就是我們要認真面對 也許東坡會給我們這些啟發 我們有學習的地方 那麼一輩子我們看說了 人生有別歲月漂浮 東坡最後呢 以情感做預歸 只有弟弟在 他的安穩 只有弟弟的情感 信念他 他的安穩 所以我們也許 我們也是一個多情的人 我們呢 離開我們的 過去的時空 也許我們也不期待 真的回到以前 根本也不必要回到以前 也許我們上這個課 有學習東坡一樣的 東坡最後 經過霧台詩案 他回到朝廷 看到他的老朋友 一個愛妾 叫游奴 他寫了另外一首釘封波 東坡之前在黃舟的時候寫了一首釘封波 又說也無風雨也無情 他是說道理的 所以人家會堅硬地度過風雨 然後到一個好像是不受干擾的情緒 也無風雨 但談何容易 知意行難 最後東坡還是很多的欺負 情緒比較激盪 但結果幾年後 回到朝廷 他居然在一個女孩子 游如深山看到一個女孩子 多麼的堅強 有梅花的特性 他跟著他的主人 也受了東坡的牽擂了 跟著主人被扁到更難的地方 就廣西去 沒想到兩夫妻回到朝廷之後 依然照面迎人 青春常住 東坡的不由自主問他們 難道你男的風光很好嗎 你們都不度過來的 尤如最后跟他說一句話 此心安處是無鄉 你心安的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你的家鄉 也許有點醒的東坡 真正的定風波 不許靠一番的思辨 又達到也無風雨也無情 而是要心安 我這個課程呢 也許大家有很多情緒 因為多情 而喜歡詩詞的 沒關係的 學習東坡吧 就一個心安的歸宿 也許我們讀東坡詞 就是跟東坡走一趟回家的路 回哪個家呢 各有不同的解釋 不是固定的一個拘束 你曾經有過的住家 而是在你的心裡 我現在課程中 最後解答不是東坡 是你自己又給自己答案的 那這個課程 我想呢 下個禮拜開始呢 我們正式進入東坡的黃洲池 我們跟東坡走一段 這樣的一趟比較艱辛 但也蠻安慰的回家的路途 好不好 下個禮拜再見 謝謝 樓梴 他對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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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